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十大枪击药犯横行的那个年代 歹徒的火力装备 甚至比警察还要强大 因此警方在每一场 攻进的行动当中 每每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其中在1984年 围捕枪击药犯 绰号Vigropova的林博文 在这一场非常激烈的火火当中 当时的台中县刑警队的队长 洪旭 他因为把身上的防弹衣 让给一个年轻的部署团 结果遭到林博文近距离的开枪 击中他的主凶 最后伤痛不治 洪旭队长 他是台湾治安史上 在枪战当中英勇殉职 关节最高的警官 而枪杀他的林博文 当年才21岁 他是最年轻的十大枪击药犯 林博文他在加入黑道 短短的三四年间 他就成为的是 黑白两道的头疼人物 这一点和他的出生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年他的妈妈 在台中和一个美国大兵 以为是谈了一场恋爱 等到这个美国大兵 一走之后才发现 自己怀了身孕 而美国大兵再也没回来过了 当年台湾社会的民风 非常的保守 看到林博文一张混血的脸孔 再加上私生子的身份 让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饱受歧视和霸凌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都瞧不起他 最后逼得林博文 他走上了这一条 自暴自弃的不归路 我们就躺到爆炉了 想说 想说人家在放炮炮了吗 怎么会放炮炮炮到变变变变 结果不是 结果是穿谁 穿这出来的 这几千了 在哪里 那当初 对 必须要处理 开始吹钱了 晚上只有看到他打出来的 那个枪管的火花 根本你也不晓得 子弹跑到哪里去 他只听到后面的那个铁捡棉 叮叮叮叮 就是被枪 那子弹打到的声音 因为洪系队长在 转角处那边布钢 听到枪声 他就赶快跑过来 我们在场的同仁 大家都傻眼了 因为刚好在火线上 我们也不敢再开枪了 连我们要喊 队长都没有机会 围捕米国婆的过程当中 责损了一位刑警队队长 那么有一个受重伤 整个案件在台湾的治安史上 算是非常轰动的一页 台湾治安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围捕行动 围捕对象是他 绰号米国婆案的林博文 他的五官特别 那个什么混血儿嘛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大概就是混黑道的 比较没有这样长相的人 长的是外国人的样子 可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讲 年仅二十一岁的他 有着一张俊秀的深邃外国脸孔 短短两年就成了十大枪击药犯 为了围捕比古婆跟同伙 警方丢出了治安史上第一颗震撼弹 让黑白两道头痛不已的比古婆 嚣张凶狠的背后 是时代演变下的一条不归路 一九六二年 美军驻台期间 为在台中的清泉岗机场周围 每到夜晚总是灯红酒绿 夜夜声歌 清泉岗因为这个越战的时候 是全亚洲最大的机场 所以美国那时候有很多的空军人员 还有包括要去越战作战的军人 那时候都驻扎在清泉岗 不管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只要有美军驻扎的地方 那一定会有一个行业很精盛 那就是酒吧 他们平常家人都在美国 所以他们必须晚上要找一些时间 要出去缴货 出去喝酒 那去疏解心中的压力 对美国大兵来说 在酒吧可以一解相愁 有所慰藉 但是对当地的台湾人来说 则是挣钱的好机会 因为早期台湾社会生活轻苦 哪里人多 哪里就有钱赚 比台北市的中山区什么东西 还要繁华啦 大量人都在靠尿谋神嘛 林博文的父亲 他是一个越战的 是美国驻台的空军 那他负责是这个飞机维修工作 这个林博文的妈妈 那时候年纪小嘛 除了在家里帮忙以外 那晚上还去酒吧兼差 然后卖酒 结果就跟这个林博文的爸爸 这个美国大兵就相似 不久就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就生下了林博文 什么名字什么根本就 搞不好连他妈妈自己都不知道啦 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入水姻缘嘛 当时美军驻台期间 生下了甚至好几千名 跟林博文有相似背景的这种儿童 父亲信不详 名不详的美国大兵 那母亲都是在台湾 可能是真的在酒吧上班的服务生 有的是母女 可是这些美国大兵 在台湾留下肿了之后 要嘛就去战场作战 死于非命 要嘛就去了战场之后回国了 美军离台后 留下的只有孤儿跟寡母 在当时要保守的年代 未婚怀孕生子 再加上生下的孩子又有一张外国脸孔 新生命没有喜悦 反而是 被苦人生的棋手室 生下来竟然出现一个头发淡颜色的一个 看似五官深邃的外国小孩 那整个谜底才揭晓 你这跟美国大兵生 代表你还不是 你就去外面上班 当时候林博文的妈妈只有十六岁 小孩生小孩 林底间的耳语批评可想而知 因此林博文的妈妈丢下了她 林博文从小就是父不祥 娘不爱 只有外婆是她的唯一依靠 随着林博文慢慢长大 她其实也没见过母亲多少次 因为母亲也都不大敢回家 所以她就在外婆代大 这一路长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在那个年代里面 尤其长相是外婆人 又是江下的一个担心家庭 所受到的当时的那种社会的待遇 刺鼻嫁拼 不不甘 林博文有着眷色的外表 但是深邃的五官却成了一种原罪 鄰居同学总是笑她 笑她是米国婆子 因为在当时 慧喜儿就是不检点的代名词 她毕竟长相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鼻子很高 然后脸长长的 然后有一点卷发 她以前的头发是稍微浅色一点点 没有那么黑 所以听说她也为此非常非常自卑 常常要把自己的头发染得很黑 她就怕被人家笑说她是美国人这样子 而且林博文那时候长得干干小小的 从头到尾去霸凌着她长大 从小到大最需要同才陪伴的年纪 林博文却没有朋友 其他同年龄的孩子 总是成群结队地在村子里玩 她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是外婆的面谈 那路人过去也会对她吐口水 就是说你外国人 那吃面的人 有些看不起她说 阿婆你怎么有一个外国的孙子 所以她心中就非常非常的对这个社会 包括对这个整个学校环境 她是极度的厌恶 所以她的行为就很异常 她对谁都看不爽 林博文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积累在心中的自卑委屈 无处宣泄 慢慢转化成愤怒怨队 而这压力锅 就在林博文上高中的时候爆发了 那她有一次被几个同学联手欺负 那终于整个情绪隐忍不住 然后她就拿一把刀 朝着其中一个同学砍杀下去 当然没有砍很严重 可是这次林博文犯下的第一起案件 之后她也觉得说也只有这样子 她才能够保护自己 这一刻她明白了什么叫做欺善怕恶 她决定不再吞人 所以她就找了当时的台中很有名的 一个在地的邦派 叫十五神虎邦 那她就加入了其中一个小组织 她一开始是跟着邦中的大哥到赌场去 收钱 为事 当地的老大大哥 你高兆高兆的 搓在旁边不错 就是她认为 搓在旁边 还有在做博标来混连也好 当别人都歧视她的情况当中 有人特别喜欢她 她就全心都有人 林博文想得天真 她心里想 只要愿意替老大卖命 总会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但是随着时间久了 她却发现这样的想法错得离谱 原来黑帮并不像她所谓口中的 那么有道义 大哥那么会照顾的小弟 因为她在这个帮派当中 很多大哥也是把她视为说 你这个就是混血儿 然后你爸爸不知道哪里来的 你妈妈就是舞女 这一个观念 让她开始对这些大哥 有了最愤恨的心态 所以她去把这一股恨 一直埋藏在心里 其实问题本来就是 林博文信中的一根刺 现在连混帮派 也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但是过去被欺负的经验 让她知道 现在的她 羽翼未封拿什么跟人家比 于是她比别人更冲 更拼 如果说有帮派斗欧的话 我就派你去打头阵 一股年轻气盛的气 蛮好用的 所以就把一些枪子交给她 在那个年代 能戴在身上的大概就是 我们讲的扫刀 武士刀 或是扁钻 可是那时候她身上 已经拥有枪了 那时候拥有枪要干嘛呢 就是说老大叫她去 抢其他的赌场 第一次她去抢了一家赌场之后 她看到那么多的钱 她就想说 哇 原来抢赌场那么好赚 赌场金流每天上百万 上千万 林博文都看在眼里 有枪在手 谁敢不乖乖听话 于是她开始计划 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帮派分子 但是才十八岁的她 有什么能耐 能够让那些年纪比她大的人 愿意听命于她 才十八岁的林博文 她很清楚 什么人最可怕 不怕死的人最可怕 所以她就要当那个不怕死的人 她每一次去抢赌场 都是拿自己的命去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手上拿着手榴弹 只要谁不给她面子 不给她钱 大不了手榴弹一扔 大伙同归于尽 这招很管用 赌场的老大 没人不怕死 很快 林博文她就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而到后来 林博文根本不需要自己 亲自出马去抢劫 也不用那么麻烦 还要辱人勒索干什么的 只要她全用光了 缺钱了 一通电话打出去 打给有钱人 说个数字 三天之后 这百花花的钞票 就自动送上门来了 为什么要去抢赌场 第一个赌场现金多 可以立刻搜刮 跟老大混帮拍的日子 赌场生态 林博文统统看在眼里 她决定自立门户 所以她就开始慢慢地脱离帮派 带着她的这几个兄弟 包括其中那时候 十五神虎帮里面 也是一个哥哥级的人物 比她年纪还要大 叫石中信 也是后面变成她的伙伴之一 这个石中信 虽然只比林博文大几岁 却也是一等一的狠角色 身上背的枪击案也不少 她跟林博文一起出来闯荡 但是这时候林博文才十八岁 为什么石中信愿意跟着她 她抢进去之后她先开枪 搜刮了现金之后 她直接跟赌场的主持人 已经是道上的资深兄弟 直接讲还有没有钱 如果有的话 就通通拿出来 可是人家在想说 哇塞 你一个小矛头 竟然跟我讲这种话 纵使他手上有枪 但是你的肚子都是我自己的兄弟 对吧 我等一下就找你的肚子给你修理 他说肚子 我要多少 不用坐五十 你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五十是很大的 然后肚子出来 肚子才能借 比较少 碰碰碰又开枪 拿出身上手就带 如果说你们钱不拿出来 大家同贵一金 我就炸死你 所以对方大哥就吓死了 吓死了之后钱就付 他马上就串起来 只要他到赌场去报他的名号 大家一般都不敢得罪他 可能就予起予求 行走江湖 什么最大 不要命的最大 也因此林博文越抢越大 抢了钱去买枪 买了枪又去抢 他越知道是哪个帮派在为事 他越去抢这样的地方 这样他才可以知名度 可以快速的建立 一般黑道的小弟 你如果说要出去报名号 就让人家给你钱 那是比很困难的 所以你要直接的方式 就是找老大 找这地方的士绅 来恐吓是最快的 这样的气魄胆识 让石中信也臣服 两个人慢慢闯出名堂 但是对林博文来说 这样还不够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号 林博文跟石中信两个人 在台中签列百货前 当街掳走的附上郑国心 还要求巨额赎金 向警方挑衅 因为一般的绑架案 倒不会是按得来 在人子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绑架他 然后带走了以后 再打电话勒索 这个是比较传统型的 一个赌人勒索案 不像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也不怕人家知道我是谁 在当时的治安史上是比较少 是头一招 所以警方当然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林博文的名字 警方早就实有所闻 只是他先前犯下的大多是 赌场抢案 被害人没有报案 警方也没辙 但是这一次挑在大白天掳人 百名就是太岁头上洞土 那时候抢赌场也没有人想要报案 反正都是你们帮派之间的事 警方理都不想理 林博文当初 换了那个案子以后 就变成警方的追击目标嘛 尽管林博文被列为警方 首要查气的对象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收敛 因为他换案以后开始逃亡嘛 那逃亡的过程中 他必须要有一些生活会 购买枪借嘛 过程当中他就是要到处去 向商家恐吓啦 那时候所有的赌场 哇都非常怕 听到林博文这个名字 那时候十五神武邦里面 有一位大哥 叫做彪哥的 他自己也开了一个赌场 也被林博文 带着时钟性等人去冲了 那这个彪哥就很不爽 就想说 哇塞 我们当初把你带打 结果你翅膀还没硬 那你就开始动到我们大哥头上 所以他就开始计划 要对他下手 名声越大的 林博文越要抢 但是对这些大哥来说 栽在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手上 颜面如光 当然要想尽办法 把这一口气讨回来 1984年1月12号 这个大哥找上了台中知名角头 龙虎王宝彤 要他帮忙处理林博文 没想到却被犯将了一军 那就下了追杀力 想办法找到他 格杀勿论 想不到林博文 他也有暗插内线 他事先就得知到 龙虎要找他麻烦 他就先巴制人 那时候在文兴路跟北屯路口 本来人家是要跟奸他 要去抓他 想不到他进行反跟奸 結果他就跟上了龙虎 当街把他车子攔下来了 米博文马上拿出他的左轮枪 还有四五手枪 他的同伙拿散弹枪 就朝他的车子猛轰 可是这龙虎没有死 他只是身受重伤 但是事后就是半生不遂 林博文犯下这个案件之后 等于是正式的宣告 跟黑帮宣战 所以那时候警方 不但要追林博文 所有的黑帮 台中市的黑帮 也在追林博文 黑白兩道都被惹毛了 但是林博文不怕 他还嚣张的自主帮派 吼龙十五神虎帮 要跟其他的黑道一较高下 这可让台中的警方 頭痛极了 底下就吸收了一大堆人 在这个期间 他就连续抢了八家的 台中各大角头开设的赌场 他非常感慨 他有一次还仰言 说哪一个刑警 逼得我太急的话 刑警我也要对你开枪 对自然的压力太大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林博文街头枪击案 一件犯过一件 赌场也是一家搶过一家 黑白两道他都不放在眼里 瞎着强大的火力 中台湾到处流窜 但却没有想到 总是无往不利的林博文 也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米国婆也会踢到铁板 这块铁板是谁呢 这块铁板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彪哥 严清彪 严清彪呢其实是年长 林博文三岁 当年两个人呢都还只是 二十岁出头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而林博文在当时在道上 已经闯出了名号 他以为呢 谁都会卖给他面子 最后他竟然把脑筋动到了 严清彪的家族企业 他也想要分一杯羹 但是没想到 严清彪根本不理他 就吓死林博文 他的面子还挂得住吗 当初林博文在中部横行的时候 他一度想把手插进砂石行业 早期采集砂石是无本生意 武器太多的技术 却能够赚取暴力 庞大的利益 让许多名代黑道都觊觎 这块肥肉 林博文当然也看到了 当时中台湾最知名的砂石业者 就是由台中海线 岩家班所经营的 也就是前立委 岩清彪家族旗下的砂石场 尽管面对的是 当时中台湾势力庞大的岩家班 但是林博文一点都不怕 岩立委 刚刚好正年轻的时候 就碰上 刚刚好也年轻出道 两个人 那个年纪差没几岁 就跟他讲说 听说你们家贪不借 那你们在这边做砂石 你是不是应该要拜码头 好歹我是厚龙主乎 神武帮的帮主 厚龙跟清水那边 杀入江陵嘛 你们要在我这边做生意 好歹要 要给一点油水 以往抢赌场 说保护费 大部分的人都畏惧 Vikopoga的名声 谁敢不卖他面子 却没想到岩家人 不吃他那一套 第一次他等于是在江湖上 踢到铁板 就是遇到岩清彪先生 飘啊 当过飘啊 也是年轻绿色呢 哪有可能跟人家就互呛 那时候他就是年轻 非常非常的勇 而且他从小也是看见江湖市 所以他想说 你来跟我应 我也来跟你应 大家互不相让 别想在我这边拿到任何好处 尽管当时候的岩清彪 才二十出头 但是他一口回绝 惹闹了林博文 所以林博文那时候 曾经也要对岩清彪 他们家不利 然后甚至也对他们开枪过 岩清彪也被他放话要追杀 也曾经到南部躲了一阵子 在那么多他不到三年的黑道生涯当中 他无往不利 动不动开枪 动不动想要扔手榴弹 唯独遇到岩清彪 他没辙 没有在岩清彪身上 撈到任何一点点的油水 因为他说要拿手榴 拿手榴 你如果能参照 他是好像不给他不行 所以就电话中 他大概讲得不好听 事隔多年再提到林博文 言清彪云淡风轻 淡淡带过 但是在当时对警方来说 林博文的一再犯案 却又逮不到人 让警方真的是艳面无光 灌难的地方 大部分都在台中县市 所以上级的压力也给我们很大 还有社会的舆论 还有一些被害人 所以我们一件一件的没有破 又一件一件的发生 所以警方当时是真的压力很非常大 警方用尽方法要逮他 但是林博文心思缜密 总是能找警方一步逃跑 短短一年内 警方大动作十次围捕林博文 统统无功而返 再加上当时一清专案全台大扫黑 林博文这根眼中钉 警方当然得冒足全力拔掉 这时候警方对他一点都没责 只能靠这些黑帮大哥去追杀他 用施行正义 所以他们就私底下去跟警方讲 你们想办法要嘛 你们自己去追杀 要嘛你们即时提供给我线索 我们去追 那这些大哥听了想说 林博文害我们不惨 不但杀我们的人 然后抢我们的赌场 所以那时候就密切地跟警方合作 派出所有的小弟查出他的落脚处 定时地给警方献报 警力部署追人毕竟人力有限 但是黑帮势力遍及各地 警民的事实合作 现人提供献报 纵使林博文跟同伙十中信再会逃 难免也会露出马脚 果然找到了 她常常出入台中市的一家大舞厅 而且跟其中一个舞女非常非常好 甚至同居在一起 那甚至她的手架时中信 也跟另外一个舞女是老乡好 然后常常会把这几个舞女带回家 警方寻着这个线报 要跟踪这些舞厅小姐 找到了林博文的藏匿处所 眼前的这栋三层楼透天措 就是林博文的藏匿地吗 其实林博文他这个人 据他们的刑警讲 他是非常狡猾 他不是要回到住处 不是一下车就马上进入他的房子 他会在周边绕一两圈以后 确定没人跟肩 他确定他才下车才上 附近邻居说这屋子里确实有一个 就是七十四 就是七十四 七十二号那一只 以前是好像是楼下用那个撞球台 他们那个门都关起来了 都关起来了 对 不是处处入日 人很处处 处处很复杂吗 对 没有 都带小姐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七月时也在跟我们的 在拜拜什么 你也不知道 附近邻居说 这屋子里确实有一个长着外国人 脸孔的男子住在里头 平时鲜烧打招呼 也神神秘秘的 警方心想应该错不了了 同一时间 警方也掌握了石中信的藏密处 现在这两个人躲在哪里清清楚楚 但是可别忘了 林伯伍跟石中信都很难缠 纵使警方有优势警力 若没有缜密构思的围捕计划 届时强强相碰 一场恶战恐怕灭不了 黑道 给警察通风报信 就在道上可以说是犯了打击 因为这就是廖贝亚的行为 没有想到 当年林伯伍的所作所为 连黑道大哥自己都看不下去 干脆把这个 交给警察去处理好了 就可以知道 林伯伍当年在江湖上 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我们回顾 1984年11月15号这一天 台中警方接火了情报 他们同步锁定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林伯伍的藏身的向上路 一个是石中信躲藏的惠安巷 原定的攻坚计划是 清晨六点钟 两个地方同时发起 但是没想到 却临时出了一个状况 驚醒的林伯伍 当时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形呢 那时候去台中市消防队支援的时候 去做请教的时候 已经看到很多刑事刑警的人 已经在那边了 我们之前都是配发 有点三八的走停手枪 但那一天 最好没有要带卡宾式的冲锋枪 还有带一个瓦斯枪 我同时还有带震撼弹的 所有能带的武器统统带上身 毕竟这一次的任务 要违补的对象 是让黑白两道文之色变的枪击要犯 各位同仁 这两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 林伯伍跟石中信 那当时我们在请教的时候 最主要是让大家了解 这两位都拥有强大的活力 而且在微卜当中 他们不会乖乖地束手救护 因为他是到林伯伍身上有手榴弹 当时我们也知道说 凭防弹也是没办法防手榴弹的 那就尽量在他还没有警戒之前 我们能不能用摸哨的方式 他还能不能逮捕到他 对 专案小组心里明白 比武力 比装备 林伯伍跟石中信 都还略胜警方 纵使专案小组有优势警力 不但前前相遇 警方也不见得讨得了便宜 唯有骑袭才有机会 凌晨四点整 行动开始 六十多名警力兵分两路 要围超台中向上路 跟惠安向两个现场 当时候任职台中县刑警队 却没想到拟定周群的围捕计划 却因为突发状况权 乱套 眼前三层楼联动的扣天措 就是林伯伍的藏匿地 现场警力 立刻将整栋楼所有的跑山出口 包括了阳台 前门和后巷 全部堵住 当时候张旺登就是被编排在第一线 要用正门潜入攻坚 至于李德川就被安排在后面的防火箱 第二线进行警戒 我们刚要布钢 刑警也才要准备要上去攻坚 洪旭队长也指派我说 你就站在这里 大批警力集结 带队官洪旭立刻进行任务分配 却没想到警力部署才进行到一半出状况了 老行警的直觉果然没错 连住户都被正正的狗叫声给惊讶 老行警的直觉果然没错 连住户都被正正的狗叫声给惊讶 林伯文当然也听见了 他们正面攻坚的人就发现说 那一栋目标就有人 稍微开窗 就有看到底下连连的行动 开这扇窗的人就是林伯文 凌晨的狗叫声让他有所警觉 但是包括了大门阳台 全被重重警力包围 林伯文决定要往后巷逃窜 而当时部署在后面防火箱的李德川 因此跟林伯文正面遭遇 我才一刚站上去 就马上就有听到二楼好像有人跳出来 那整栋大楼后面都有那种违建的厨房 厨房上面都会有那个石棉瓦 我就听到好像有人 从二楼跳到那个石棉瓦上面在跑 跑一跑的时候 那石棉瓦的尾端 它是没有支撑的 然后就踏破了那个石棉瓦 掉下来 刚好是我后面 我站了刚到那个网友像 黑暗中李德川听见有人说 他就踏下来了 但是会是谁呢 李德川站在巷口 立刻警觉性地将身体紧紧靠在墙壁 并且把手上的点三把手枪上膛 防火箱里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只听得见人走动稀疏的声音 因为那个巷子很小 才有一个人的 可以容纳的 它掉下去那个防火箱里面 它里面有一些水管 我都听到有人从那边这样 跑出来这样 还正在思考说 我要把那个枪 从那个巷子里面开枪 我怕说万一那个出来不是歹徒呢 那万一是我们自己的刑警 你去布钢的从那边跑出来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正在犹豫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穿了一件 深蓝色的那个外套 两手插在口袋里面这样 从那个巷子这样跑出来 那刚好我就站在巷子里 所以我就上前一个箭步 就从他的后衣领抓住 然后再跟他讲说警察不要动 然后他一转过来 二话不说就拿 从口袋拔枪出来 就往我头上就一开 开了一枪 猝不及防 李德川想都没想到 从防火象跑出来的人就是林柏文 他一直转身拿着手上的枪 就直接对着李德川的脑袋激发 我就本能的时候头一闪 那子弹就从我都旁边跑过去 那我的脸就被那个枪管的火花噴到 我那时候本能的时候可能中枪了 然后我就放掉 放掉的时候我就握倒 然后就七楼地有一个柱子 我就躲在柱子上面 我都看到他 跑到路中央 我就二话不说我就反击 就连续开了枪 把所有的子弹都打 那就看到他就被我们打到夹 然后就坐在路的中央 面对我们拿着双枪 朝着我们这个柱子那边一直射击 同一时间 原本正准备从大门宫间的张旺庚 跟听见的后巷传出枪响 他心里一惊 行动都还没开始 怎么就有人开枪了 听到开枪的声音 我就直接冲到林伯文那个巷子出来 那个柱子后面 我就发现林伯文已经被我们同仁打伤 倒在那个地上 受伤的林伯文坐在马路中央 尽管脚伤跑不动 但是手上的双枪却是不停地向警方还击 晚上只有看到他打出来的那个 那个枪管的火花 根本你也不晓得子弹跑到哪里去 我只听到后面的那个铁简人 叮叮叮叮叮叮 就是被枪 那个子弹打到的声音 每一个同仁就是自己找烟体 心里面想 赶快找一根柱子可以当烟体 那其他就没想那么多了 那个时候也实在是 没时间想 时间太短 老实说他跑出来被打伤 躺在地上的时候 他也是只顾着对我们这个方向打 他也没办法去瞄准目标 我的柱子前面是停了一台台中线正常车 他的目标也都是大部分 打那台正常车跟这边 短短几分钟之内 金飞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上还有两颗手榴弹 当时的时候跟我们反击了以后 他本来是把枪放着 已经要拿那个手榴弹 要往我们这边来丢了 那时候他本来想要同归于君 他一度手握着手榴弹 想要去拉开插销 可是他的肩膀已经不大会动 那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洪系队长在转角处那边布缸 那听到枪声以后 他就赶快跑过来 没想到在这个开枪的过程上 就看我们队长走过来 我们在场的同仁大家都傻眼 因为刚好在火线上 我们也不敢再开枪了 连我们要喊队长都没有机会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啊 那林柏文那时候本来是要 拿那个手榴弹出来丢了 那他就又把手榴弹放回去 就拿那个四五手枪 就坐着就朝队长这样开枪 因为那个时间是接着来的 太短了 在几秒钟的时间级 里面真的是来不及 当我们想要反应的时候 他已经中枪了 我们队长就往后倒 往后倒 那我看我们队长倒下来 我就有听到对面的 我们对面的台中线的情景 就一直喊说 队长中枪 队长中枪 我就奔不顾身 过去把他抱起来 我一抱起来 我就看我们队长头就低 就垂下来了 我抱着他以后 我们同仁本来要打119 我就告诉他们 不要再等救援车来了 赶快把我们 我们就用那一部 被打中的那部阵防车 送队长送医 我就一路抱着他到医院 我抱着他 就觉得他的身体 就一直被冷掉了 就是很冷的感觉 因为没有呼吸 所以我们身体就很冰冷 我们还是很急着 就赶快把他送医 希望能看能不能把他救起来 心中最深切的期盼 最后还是落空了 尽管第一时间 红旭队长就被送医 但是死神仍旧是把人带走了 红旭因为身上没有穿防弹衣 子弹直接灌穿胸口 四五手枪是当时算是很火力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手枪 因为他的子弹比较大 口径比较大 所以他火力比较强 所以一枪就贯穿 红队长的这个心脏 但是身为指挥官的红旭 围捕枪及药犯 怎么会没有穿防弹衣呢 当时因为防弹衣不够啊 所以本来他当指挥官 应该要有防弹衣穿 可是队长就让我们穿啊 他自己没穿啊 只有我们几个空间的同仁 可以有防弹衣穿 其他就没有 比较外围的同仁 包括指挥官 就没有防弹衣穿 我们队长他是 老实说他是一个老初啦 很好爽 因为他外省人 所以非常好爽 讲话也蛮大声的 那平常跟同仁是成兄道弟 成兄道弟 蛮好的 我记得勤教完以后 他就对着我说 张旺哥 我告诉你啊 你这小子最喜欢开枪 晚上没有我的秘密 你就不要随便开枪 队长的话还言犹在耳 却没想到这场微捕行动 让洪迅没了命 那林博文呢 枪战的过程中 他也被打中了好几枪 他还活着吗 虽然他受伤 但是他都是因为就是脖子 还有肚子这边 那就是防弹衣 没有防到的地方 其实他身上中了很多枪 十几枪 都是打在防弹衣上面 那防弹衣上面 都是一个弹孔一个弹孔 但是他的防弹衣 比我们当时的警方装备还好 他那是美制的背心式的防弹衣 所以他没有受很致命伤 一场向上路的围捕行动 一个远警受伤 一个队长殉职 尽管林博文被逮了 但是他的同伙 持终性还未落网 另一边 惠岸上的围捕行动 才正要开始 在向上路这个现场 因为狗叫声 逃捕了林博文 让他有机会持枪突围 结果造成带队的行警队长 洪旭重担殉职 消息传到了惠岸上 这个现场准备攻箭的同仁 听到了这个消息 心情非常的沉重 结果 没想到他们也遭遇 同样的状况 又是狗叫声 把时钟性引给吵醒了 他看到人影 立刻开枪扫射 结果其中一颗子弹 就这样子不颠不已 打中了机动组组长 陈昏湖他的左眼 眼看着同仁 一个一个受伤倒下 所以我们跟狗叫声 决定使用震撼弹 这是在台湾治安史上的 第一次 这颗震撼弹 真的可以把时钟性 逼出来 时钟性这边常立的处所 是一二楼的过天错 在布什完以后 我们差不多五点初的时候 警力港上布什完毕以后 后来从无限迁当中 有听到说 这个向上路 迪高法这边 已经有发生枪战了 那也有我们的同仁 有受到伤害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现场 气氛是非常的凝重 原本拟定的围捕计划 使向上路 跟惠安巷的行动 同时发起 不让任何一方 有机会通风报信 却没想到 向上路的行动曝光 提前爆发枪战 这让惠安巷这边的行动 陷入了危机中 警方没有料到 石中信家里竟然养了狗 狗叫声 在安静的早晨 格外突兀 但是攻坚的人员 都已经进到屋子里了 隔着一层楼 石中信就在楼上 跑路的人特别敏感 他就提着枪 穿着短裤 就走到楼梯 楼梯转角来 那我们攻坚通了 进去屋内 刚好在这个一楼的楼梯 跟他遭遇 一看到楼下人影创创 他就当场就开枪 枪弹马上就发生了 狭窄的楼梯间 成了警匪火火的第一现场 警匪枪战打得如火如荼 这个时候带队的机动组长 成坤土受伤了 枪是从这个左眼这里打进去 然后打到右边的这个脖子这里 那枪战了以后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人 就有的从前面有的从后面撤退 那当时中枪以后 我就直接说 哇 全身都是血 整个一摸眼睛也凹下去了 全身都是血 那我就刚好在那个楼梯的转角下 有一个仓库 就躲在他仓库里面 子弹直接打进了成坤河的眼睛 那一瞬间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只能凭直觉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是躲能躲多久 我想说跑出来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同仁情绪太紧张了 再开一枪的话 可能会当场被打死掉 但是不出来的话 在里面流血还是要流死 所以最后决定跑出来 我想还好啦 当时这个结果就是 没有人家给我开一枪 今天才能够留到现在了 除了成坤虎之外 还有另外两名刑警 也被打中臀部跟手 眼见弓箭的袁警 一个个负伤而出 但是时钟性依旧顽强抵抗 不能再有人受伤了 既然进不去 那就得想办法把人给逼出来 那当时就当机立断 由我先来投掷这个震撼弹 再由这个队长来做心战的喊话 看能不能达到 这个应该有个效果 把台图就打了 威吓附来 旁边同仁就在那边喊 你在玩看的话 就当场把你击毙了 所以那时候动用了台湾警方 围捕史上的第一次用震撼弹 插销嘛 一把插销拉开 一 二 三 三秒钟就丢子出去 第二个接去再丢 第一枚往一楼屋内 第二枚往二楼屋内 在顶楼埋伏的感受 他们的感受就是说 丢子震撼弹震爆的效果 整个屋子都会动 都会摇 瞬间巨大爆炸声响跟闪光 果然奏效了 施中心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丢震撼弹的时候 他以为是我们丢了 手的弹进去 那时候他还会怕 没命 施中心落网了 而在枪战中受伤的远警 送医治疗后 命都捡回来了 不足成空谷失去了他的左眼 就是一眼 打破了以后送到医院 那个里面那个球 那个形状还在啊 所以当时医院决定说 你灰开刀不可 灰把眼球拿掉不可 因为你不拿掉的话 里面我们眼球有白的 有黑的 黑的 黑的那个有颜色的部分 他说你这一传染染到 右边的话 右边都会瞎掉 所以当时开刀 把这个眼球拿掉 逮捕以后 他也事后说 他依据本人想到 二楼的房间 去拿手楼弹出来 跟我们来对战 但是因为他腿部中弹 太痛了 走不动 所以说他有点庆幸 他没有拿手楼弹出来 跟我们对拼 随着林伯文 时中心落网 哏在台中警方喉咙的这根刺 终于拔出来了 却没想到 林伯文在送医之后 竟然意图轻声 林伯文在落网之后 和他相依为命的阿嬷 天天以泪洗面 而后来已经结婚令主家庭的妈妈 他也赶来监狱探险 林伯文虽然心里明白 自己难逃一死了 但他还是安慰阿嬷和妈妈 等到他出狱的那一天 他会乖乖学好 重新做人 我在台中市巷上路的巷弄内 整排的联动公寓 35年前 围捕枪及要犯米国普拉的那一支枪战 公寓的居民已久记忆犹新 埋伏在这个前面 大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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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林伯文开的那一枪 直接贯穿了洪旭的胸口 连救的机会都没有 那一年洪旭54岁 留下了三名子女 好希望说我父亲能够再摸摸我的头 再跟我随便说几句话 我就觉得很高兴 这微小的心愿洪家人等不到了 而同样在枪战中受伤的林伯文 尽管身中三枪却因为都不是要害 送到医院急救后命捡回来了 但是林伯文却是一心求死 到医院已经开始要进行插管 他竟然还阻止医生救他 就企图想要把这些管子统统拔掉 他当时是用台语跟医生讲说不要救他 他也知道这个救回来没多久 又要再还要再枪毙一次 那个白白受苦 他也希望当时就这样死了就算了 双手燃血的林伯文江湖上再凶狠 却不敢面对司法的制裁 1985年3月 军事法庭判处林伯文死刑确定 军法审判速审决 军牙在看守所等死的林伯文 判到了他九位见面的母亲 他的妈妈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固定的 来看守所探监 那林伯文虽然从小不是妈妈 抚养长大 可是在最后这段日子里面 他跟他妈妈的相处 反而是更亲密了 根据那个看守所里面 在留言里面有提到过 就讲说每次他妈妈来探监的时候 林伯文总是安慰他妈妈说 很快啦 不会判死刑 其他同伴都已经定验了 就是有期徒刑这样子 很快就出去了 安慰他妈说 他在这里面生活得很好 他都每天都在学水电这些 将来出去以后可以做有用的人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就讲说他是被移送军阀 根本就不可能有出来的机会 每天都不敢睡觉 他只要见到他们里面的一些 这些一所的杂役啊 这些管理员啊 这些主任啊 每次开口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知道我会死 你们不要让我折磨那么久 你们就赶快把我拖出去枪毙 等死的日子对林伯文来讲 日日夜夜都是煎熬 1985年4月12号 林伯文枪决伏法 结束了短短21年的罪孽人生 当年台中刑警队队长洪旭 他在围捕林伯文的行动当中 不幸殉职 后来为了感念他的英勇事迹呢 导演刘家昌 还把洪旭队长的故事 拍成了电影班上的大一幕 而顾总统蒋经国先生 他也特地地在洪旭的墓园 赠扁中勇族事 甚至在地方上面还传闻 有些案件的侦破 是因为洪旭队长 他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在嘉义县竹崎香的这处中勇墓园 人言罕志十分僻静 洪旭队长围捕要犯殉职 就在这里长眠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的那一起枪战 洪旭因为将对上仅有的四件防弹衣 给了攻坚的同仁 因而命丧枪下 事发后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警察的装备比不上一个枪击要犯 你为什么你们去围捕一个 那么重大的枪击要犯 竟然没有防弹衣 我们当时在治安的转变过程当中 上级给我们的装备实在是不好 没有跟不上歹徒他们的进化 你看人家歹徒都有防弹衣可以穿 身上配备都还有手榴弹 武器装备都比警察还高级还精良 而洪旭气拿药犯的故事也被导演刘家昌 排成电影《洪队长》 那谁知道这部片子上来之后 竟然没有市场 反而比较卖座的是 依据林博文的背景 去拍的另外一部片 叫《美国报》 林博文实验 其实是给台湾社会 带来一个很大冲突 就是其实是可以去探讨 就是讲说 这些混血儿在台湾的这些处境 混血儿被歧视 不单单只是因为他脸孔的问题 林博文的崛起 跟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相关的因素 那这些小孩从小就 大家都视他为异类 那自然心理就产生不平衡 不过 说实在话 你说他们有犯过什么罪吗 或怎么样吗 其实也很少听到 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只有林博文他是出来 犯了那么多的案子 然后反而才让了这个 这个就是说美军的这个 遗留在台湾的孩子这一件事情 引起社会的一个瞩目 有人说林博文的崛起 是时代的眼泪 但是这并不能抹去 合理化他的作恶多端 林博文遭到枪决伏法 却没想到在他的丧礼上 有名义代表致政婉联 痛失殷才引起不小争议 等于是一个杀井嫌犯 你们这些名义代表情 怎么可以去这样子包扬他 而事后 这些名义代表澄清婉联 是因为假索他人没有加以过滤 才会引起的误会 到现在还是在台湾的 各大黑道上里中 还是一样理见不鲜 这是台湾的一个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文化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再会了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二十六年前 在中部海线 称霸一方的天道蒙不导会会长 人称阿布豆的谢云通 才刚刚宣布他要竞选 彰化现议员跟议长 没想到十天之后 他在反家的途中 竟然遭到了七名的蒙面枪手狙击 对方手持M16步枪 猛往谢云通的坐车上打 他的兵制车 虽然号称是防弹的 但却仍然遭到死弹贯穿 最后阿布豆惨死枪下 警方释扣调查 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设计的居杀案 而幕后的操盘手 究竟是谁呢 午后十分 彰化方月箱的产业道路上 一如往常的 一辆辆货车呼啸而过 而这里 也是天道蒙部导会会长 人称阿布豆的写同运 当时返家的必经之路 他习惯车上也有保镖 所以 然后前后又有两部车子 几部车 好像是保镖 那个时候 所以他出门的话 就是驾驶失职 他都需要有拍场 其实他旁边很多人 抽个烟都要人家帮他点火的 那种大哥级的 阿布豆那个时候 他开的车子 辨识的车子 是防弹的车 防弹的车 一般的手枪不容易伤到他 刚好那天系通信中午 要回去吃午饭 要去午休嘛 而且他们知道说 他们今天走的路线 是产业道路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赶快把废弃工厂 提早两个小时 就把大卡车 藏在那个道路旁边 他们穿着都好像是职业杀手级的 然后戴着黑色的头套 就是露出眼睛 穿着迷彩服 还拿那个棉被 把他们当作那个基隆子什么 趴在那个大卡车上面 其实身上每个人握着 是M16补枪 还有布 还有手枪这样长着 当时看起来就很类似大千载就对了 卿东印车子过来之后 那个大卡车就往那个 防弹的冰尸500还有冲撞 撞了就是一下子就把 要把它撞进旁边的水沟 等他们卡在水沟之后 那怎么办 车上棉被一掀开 五六个人跳下来 就拿着M16就对着那个车子 防弹的车子 狂掃射啊 连续39发的子弹 就对准坐在平时后座的 卿通运 哇 这个情节 根本就跟港剧一样 而且你知道 卿通运那个是被爆弹的 所以那个死得非常凄惨 卿通运的保镖 为了保护老大 以肉身挡架 最后同样 残死在枪口下 至于车上司机 当时见状 吓得开车门 往一旁的甘蔗园逃逸 幸运保住一命 一个天道蒙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进来一个不倒会的会长 被人家这样狙杀 你看都开防弹车 身上带枪有小弟的 你如果没有计划的话 怎么可能呢 这案史上第一起计划性狙杀 震惊全台 而这一车的蒙面杀手 到底是谁 怎么能让计划进行得如此 天衣无缝 就像是挖了个陷阱 让谢同运直接跳进去 当时担任刑警的侯友宜 接护献报 先找到了两名嫌犯 那两名嫌犯 赵建中中 黄振雄 你知道 他们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等在偷渡期间 那个时候侯友宜 这是现在新北市长 侯友宜 他是刑事举证二队 你知道那年刚好中秋节 他的女儿刚出生没几个月 他就跟他老婆讲说 他说我们去北海岸走一走 就骗他老婆说 带着小女儿去海边玩 根本就不是 他那天去那边 是为了要抓那两个人 侯友宜就提着那个礼盒 就跑去赵建中他家敲门 就问他说 我要来送礼 但是我不好意思 你们在乡丁堂堂 我不及 你才能给他记住 所以他一开门 刚开始讲说 就骗他指路标 对了 侯友宜就称气说 你门没打开 你门开我没打开 你门开我 我买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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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眼前的人就是目标嫌犯 侯友宜再请女警 乔装成路人 到对方家里接电话 就是因为看到女警 一个小女生 来接电话 他就心松懈了 门一打开之后 侯友宜在后面 就一个肩布上去 一拳就把他猫下去 所以他们两个 是因为在这种 攻坚的状况下 被逮捕 警方陆续抓到了六名枪手 他们共称 因为看不惯卸通运 在江湖上的刑事作风 加上卸通运的儿子 几个月前 枪杀了地方上的 另一名角头 他们为了替对方复仇 才会共同杀人 本以为就此结案 没想到案件到了法院审理 却有了惊人发展 因为这些人开始判刑 有的人被判死刑 有的人被犯无疾徒刑 对不对 每个行度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护摇 护摇说 你皇祖旺那一刻 通过安家费 因为判死刑 这一刻不透 要让他一起透 所以那个时候才抖出来说 皇祖旺当时有答应他们 每个人的安家费多少钱 那事后到底有没有做到 所以那个时候 警警才发现说 原来幕后主使 还有一个叫皇祖旺 他是策划的 懂策划 然后也是经济来源支援 都是他 民生问题 吃的东西 小弟吃的东西 住房子 都是皇祖旺负责 幕后的主使者就是皇祖旺 而皇祖旺他是谁呢 当年他35岁 同样是横行在彰化海县的 黑道老大 他自成一派 长相斯文 翻案手法 却极为的冷酷凶残 和过去十大枪级要犯之手的 林来福非常类似 因此在江湖上 他也有一个称号 他叫做另类鬼剑仇 而和林来福不同的是 皇祖旺的哥哥还是一名警察 兄弟俩从小的感情很好 但为什么长大之后 哥哥当警察 弟弟却成了大为流氓 你说他是鬼剑仇是因为怎样 我引用法官在判决书里面讲 他说是人命如无物 杀人像杀小鸡一样 就表示说他的手法很凶狠 那你很凶狠的话 当然大家连鬼都怕你 因为他比较属于地方的那种 角头老大 就是比较土流氓式的那种 作风啊 比较强悍 不惜代价 不择手段 是曾经与他交手过的行警 对皇祖旺的形容 但这样的一个狠角色 其实出身单纯 位在彰化沿海地区 方苑乡的小鱼村内 这里就是皇祖旺的故乡 海韬人就是以强悍著称 因为他们从小就困苦嘛 对…你今天困苦的话 能够吃苦 能够耐劳的人 当然也是个性就比较强悍 比较坚毅 所以人家讲说 为什么方苑这个地区 就是黑道的故乡就这样 所以海韬人本来就在江湖上头 比较能够混出一帆天地 他签的名就是 就是不会签自己的名字 签自己的名字 要花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他虽然不认识字 但是他的口才非常好 反应激情的程度都非常好 这支嘴厚瑞瑞 就是黄祖旺给人的印象 但更让当地居民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哥哥长大后当上警察 黄祖旺却成了大伪流氓 哥哥是以前是警察的 在彰化分局大主派出所 当地刑警 早期的刑警 就对他的地匹就特别客气 可能就是因为这层关系 不是因为他哥哥造他的关系 而是因为他哥哥是刑警的关系 当地的人家就会敬他三分嘛 流氓什么就比较好像说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能可以利用他的关系 事实上都没有 他哥哥也没有帮到他什么 反而这层关系造成他以后 在外面反而就会做刑犯课 仗势者哥哥是警察 黄祖旺在村里间狠行霸道 不仅如此 有一回他听到哥哥 本想办过程中遇到的人失误 竟动起歪脑筋 犯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时候是听说他第一件 鲁伦乐鼠是有一个蛮有钱的 就是在彰化那边 应该是听他哥哥在搬案的时候 知道这个很有钱 然后只是听他哥哥在讲 人家很有钱过什么生活 他心里就动了 就动这个念头去鲁伦乐鼠 他带了三个小弟 就是拿枪去被害人家里 把那个妇人把这个贵妇押住 押到山上去引入 就是把他绑手绑脚 然后投放他 被害人就是 挣脱以后就是报案 那我们就介入侦办 光天化日下 竟敢持枪闯进对方家里辱人 嚣张的行径 让当地居民闻之丧胆 黄祖旺遭判刑后 交付流氓感讯 出于后却越官越大尾 流氓身份出来的话 就当地就经营流动赌场 那边以前二林那边赌场很多 早期的时候就是都是赌场 他才会跟那个红丝条 红丝条是当地的 也是大脚头 以前你说那么乡下 你有什么好赚钱的 就是开赌场 他是比较跟红丝条的交情 比较好 黄祖旺与大脚头走得近 道上兄弟更是进他三分 没想到有一天 却接到了这个脚头的死讯 红丝条有一次到台北去参加一个工计 卸通名的小孩子跟一切通名就枪击 把红丝条打死掉了 后来红丝条死了以后 所以算他的小老婆 他就卖掉土地出来 就是要保护就对了 于是黄祖旺也加入了这场道府行列 就是照顶买马 把他的小弟都养在 养在那个方圆工业区的一处 那个晦气的工厂 黄祖旺就是租到那边 然后供给他们吃穿这样子 他就是整天都买乎在那边 黄祖旺召集人马 就在工厂内模拟每项巨杀计划 你就拖了一台 我刚才讲的那台大卡车 就在那边演练 他们随时就在那边待命 就只要有状况出现的话 他们就可以到这场住宿 所以你看那台大卡车 你看他也知道说从哪个角度撞 而且不能正面撞 正面撞的话 撞起的话那车是不会坏的 他就是想说从侧面撞起 而且是哪一个角度撞起的话 那个车子是能够把它 撕到水沟里面 而且让它整个翻开 翻开之后 那下面最弱的地方就漏出来了 所以他们说实在 他们那时候杀蟹 蟹通蕴是势在地上 不只进行沙盘推演 黄祖旺也跟肩蟹通蕴的行踪 某一天下午 黄祖旺发现时机成熟 呼叫同伙开始行动 从甘州人拦出来 那个是一个路就堵死了 没有其他的路就撞下去 他车上一下来打 三支五支冲锋枪 还有手枪 还有步枪 不然你设计那么紧密 把它狙击杀死掉了 对 其实你到现场的话 你看他那台冰箱车 你就会吓到 因为那个真的是 以前很少看过那种 那种车子上面 全部都是弹痕的这样 对 那个是 看着现场非常惊悚 负责幕后指挥的黄祖旺 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因此就算警方听到风声说 黄祖旺可能也涉案 但他依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在当时全身而退 黄祖旺他们也是有 为了这个案子的话 还有开赌场要准备钱给这些小弟 然后他们给小弟的话 他们就整个跳起来 就不会牵扯到 他们这几个台面上的 那后来黄祖旺就是因为 钱都是开赌场也把钱也收购了 钱也够了 那结果黄祖旺自己 没有拿给人家 要去输掉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到最后 这些轮要被枪毙以前 才咬出黄祖旺 小弟要执行死刑之前 询问父亲说 有说到黄祖旺给的安家费吗 父亲摇摇透说 没有 这才让原本死心塌地 跟着黄祖旺的小弟 改变心意 其实后来 那个谢东运那个案子 他们后来这些嫌犯有带警方 去把那些枪械什么东西都挖出来 埋在那个杀石厂 所以可以证明说 这个案子确实黄祖旺有设备 因为黄祖旺有提供这些枪械 那个阿富多德在案子开始 我们就在追一生 可是一直追不到 因为只要我们到刑事局 那时候只要进入彰化 他们那地方的角头 大概都会知道说刑事局怎么过去了 早期因为刑事局 那时候它固定都是同样的车子 就是刑事局的车子 大概那时候是BMW的那种320的 就是它有特别的颜色 因此狡猾的黄祖旺 依旧横行在彰化地区 势力还越来越大 遭通气候过了四年 甚至介入地方选举 黄祖旺逃亡四年多 怎么抓都抓不到 让警方束手无策 而嚣张的他 不但没有躲躲苍苍的 还非常高调的 替农会选举的候选人 在背后撑腰 没想到某一天 敌英的人马 和黄祖旺的小弟 狭路相逢 对方公然地呛下之后 黄祖旺 闻风赶到了现场 一下车就连开了好几枪 还强行地把敌英的助选大将带走 淋虐了一整晚之后 最后竟然把人给活活埋死 犯案之后 黄祖旺他逃逸无踪 警方想要透过黄祖旺的哥哥 找到他的下落 但自己的哥哥 愿意大意灭亲吗 一九九七年二月 全省各地的农会改选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彰化方苑香的两墙之针 更加百热化 当初就是两个进行农会总干事 进行得非常激烈 两方面都是找流氓出来 一方面就是 林马桑就找谢惠仁 陈竹站这边就找黄祖旺 本来就是谈好 好吧 你的地盘 顾你的地盘 顾我的地盘 大家都收好 原本两派阵营的人马 都相安无事 但越到选举前 两边动作平平 有一天候选人林马桑的外甥 也就是他的助选大将 郑明赫 越借到了对方地盘拜票 结果狭路相逢 遇到黄祖旺的小弟 两派人吵了起来 那时候郑明赫就抓起来 他跟他抢车 我选去正前 絕對要他拚掉 要他抬死 抬死 对 我如果不抬死 他就算我儿子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打来电话给黄祖旺 说要把你拚掉 对不对 都说参与正前 絕对要把你处理掉 电话那团黄祖旺 听到有人 公然对他呛吓 那还沉得住气 直接带着六把枪 跟一群小弟 冲到现场 要跟对方 贏死贏 黄祖旺 一下车 那个闪弹枪拿起来 对空就开了 所以现场这么多人 听到有人开床 还有闪弹枪 还有闪弹枪 那整天开始味道 他们就整个一群人就删掉了 因为郑明赫就跑 他跑了 后来郑明赫跑到 应该是有靠近庙的住址 就被他们抓住了 他抓住 他其实保住住址一直求老 跟黄祖旺求老 放过他 他说绝对 就从此不介入险棘了 郑明赫苦苦哀求 但黄祖旺根本听不进去 一声令下 带走 小弟们立刻把郑明赫押上车 抓起来之后 他们就带到他们的 平常的集合的地点 他们就有一个办公室 就在那里面 就说办公室 其实也就是工厂 他拉进去之后 那免不了就开始毒打 我就手靠 反靠在后面 就开始一堆人 就开始惊了 郑明赫被打得遍体鳞伤 淋虐了一整天 直到凌晨 黄祖旺还不肯放他走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 他们就在那边喝酒 那林瑶婷就一直跟他说 祖旺 郑明赫 那些说 绝对要把你处理 就一直 一直讲 越讲 大家一听越听越生气 那气到最后 黄祖旺不得了 而且酒又喝下去 住了酒姓之后 他竟然上去 就把郑明赫抓了 又带出去 然后再把他带到 那个产业道路去把它处理掉这样 拿了一个那个塑胶尼龙绳 本来吹了 就开始吹了 就叫其他人挖一个洞 地上就挖了一个大洞这样 他就开始吹的时候 那个 勒到昏倒 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声音 是因为他被那个胶带 全部都捆倒 蒙着眼睛蒙着嘴巴这样 所以他也化不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勒了 以为说把他勒死了 于是黄祖旺命令小弟 把被害人埋进两米深的沙坑里 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 作案的一个一些禁忌嘛 就是说把他脱光衣服了 然后要多逃宰 让他鬼轮回宰他 杀人害怕会有报应 但其实当时的被害人 明明还有一丝丝气息 想呼吸想呼救却被泥土掩盖 最后活活被埋死 那个时候又是自评专案 扫黑之后的第一件选举嘛 虽然是融会选举 也是第一件选举嘛 你说要去拉票 结果被抓走 这个总是大事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成立专案小时很大的事 包括局长就自己带着 我那个时候当行政队队长 我们就一起去租房子在二里 当时外界以为郑明赫只是被绑架 并没有遭到灭口 只要警方找得到黄主旺 就能保有一线生机 所以我们是想尽办法 包括透过黄主旺的哥哥 他哥哥当刑警 我们很多同伦又跟他同事过 他虽然转到公所 转到其他单位去 但是毕竟还是有交情嘛 我们就跟他见面 当时谈叫他要放出来 我们是让黄主的都很同意说 论同我们 就是说他一定要帮他找出来 让他先放郑明赫再谈 先放出来 因为要救人一定要 他还答应他 但是第二天 第二天之后 我们再找黄主旺的哥哥 他就避不见面了 当时警方的心里就有个底 认为郑明赫恐怕已经凶多吉善 因此希望透过监听 尽快找到黄主旺的下落 最后停了一个多月 并从电话行动基地台的位置 找出了云林县赐同乡的这个地点 埋伏几天后 终于等到黄主旺 他是杨桃汁拿着 跟他女朋友拿着杨桃汁喝 他是出去吃点心 然后买了杨桃汁喝 要走回去的时候 就是被我们当场带走 来来来 好啦 不要还给他 监派他会反抗 反抗的时间 因为他的手太粗了 我们手靠不好 靠不上去 结果才慢慢慢慢的 才另外用角流给他靠 画面上这个人 就是涉及彰化县方愿乡 农会枪级案的主嫌犯 黄主旺 或许是逃往多时 黄主旺旧待时 与通气专刊上的照片 比较起来 多了几分苍老汉疲 但是他没有承认 他都是小孩子执行 他的小弟执行的 警方之后 巡线逮到他的小弟 小弟一直到黄主旺 把罪全推给他 大骂对方 只会拖小弟下水 没有做老大的担当 但骂完以后 他也完全不认罪 被害人夜夜来所命 让黄主旺的小弟 吓破胆 警方决定利用这个弱点 跟他大打心理战 当时的法规上 还没有规定不能进行 野间偵讯 因此警方一路问到半夜 一点多 做了这个动作 我们就干脆有 停来不问 我们就用那个布 黑布把他眼睛遮住 你黑布蒙的 他们一般的黑道的想法 都会想说 是不是要行球 要什么 他就有点心虚 但是又不动他 放在那边 放到那边 他现在只是看了 黑蒙蒙的 他自己又没有声音 他会吓 反正吓鬼魂了 他自己吓到 我们就故意制造一下子 那个气氛给他 想不到这招 真的奏效 他吓得全招了 说一切都是黄主旺缩死 还连夜带着警方 到一间株辽附近挖尸体 当时的所有的草都长到超过七盖 那边一片树林里头 我们斑斑人员 都是三更半夜 拿着锄头 延敲十四岗这样子 做农夫这样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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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挖到很深 我明明他讲这里 然后附近一边的草 都被我们裁平了 我们就在那边一直找说 你确定这个地点没有错 确定 就一直挖挖挖挖 挖到天亮六点那个时候 也是像现在的时间 已经天亮了 天亮了 哇 还是挖不到啊 正当警方想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间有同仁叫一声 好像挖到了些什么 一看怎么臭味突然冒出来 埋在地上嘛 这个臭味一感觉出来 好像抓到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刑警同仁 他也学过见识了 他马上跳下去 然后戴手套 就用手勤帽一看 膝盖骨出来了 挖到了 被倒头活埋七十一天的被害人 尸骨终于出土 虽然是没有救到佛的 尸体找到也是一个结束 就很固定 封面红射案 黄竹旺他们几个射案 黄竹旺移送后 随即遭到收押警戒 身上背了三条人命的黄竹旺 遭囚禁在台中看守所 失去自由的鬼剑仇 越关越忧愁 但关注了他的人 却关不住他的心 他怎么做到的呢 2000年5月7号凌晨一点钟 这座羁押数千名重刑犯的台中看守所 一片死急 许多囚犯们正呼呼大睡着 但校医社的二十房内 却传来不明声响 三更半夜 原本该是大门深锁的牢房 突然间被打开了 关在里头的 是身背两个死刑的黄竹旺 以及同房育友 只见他们拿着戏具 不停敲敲打打 他们两个就在里面 向右方公蹭 先把球都打掉嘛 對不對 打开之后 手铐 BONしくраж 那換上制服之後就開始往這邊跑 洪竹旺偽裝成管理員後 先跑出校議社的大門 再闖進校二社材料通道 中二社側門 接著進到介護客大樓 通通暢行無阻 他利用的是半夜三更 凌晨那種交界的時間 大家管理員都要睡對不對 情形不太好就一關一關 那個監視器一看 都請管理員就什麼 他也不管說這個是什麼 就讓他一關一關關卡 就這樣一直出去你知道嗎 最後來到行政大樓前的岡哨 這一站有專人看守 機靈黃竹旺跟玉友先躲在角落 靜靜等待值班管理員 打開門的那一刻 那門一開 一直開了一個縫而已 躲在門後面的那個 那個黃竹旺跟楊岸棚 兩個就衝出來啊 解破那個管理員拿槍解破他 叫他開門 不讓他講話嘛 所以跟他殺人棉球 黃竹旺 黃竹旺 拿槍威脅管理員 軟文青說 只要好好配合 就會沒事 對方立刻打開 通往會客區的兩道鐵門 讓黃竹旺 順利脫逃 緊接著一行人 往停車場的方向移動 坐上早就準備好的 接應車輛揚長而去 他們就這樣越獄成功 他們出去那個會客室的大門以後 就把他關在後車廂 然後載到大陸山那邊 車子開了二十分鐘左右 被關在後車廂的軟文青 遭丟包下車 他狼狽地跑到大馬路上 揮手藍車 並向路人借電話報警 消息這才傳回台中看守所 原本還在狀況外的鎖方人員 終於驚覺大事必妙 這件駭人聽聞的越獄事件 槍棋要犯黃竹旺 火同涉嫌超商 殺人強案的同房嫌犯楊漢鵬 從秀二十房內 夾持職業管理員徐長慶 繞過牢房穿堂 一路突破八道門檻 再押解坐手行政大樓的管理員 軟文青 持槍脅迫許長慶開車 乘風越獄 從那個監獄裡頭偷逃出來 這個又是很大的新聞 又很大的 因為在那個監獄管理方面 也是很大的影響 很震撼 宛如台版的月雨風雲 黃竹旺竟然能夠連闖八道關卡 還沒有驚動到中央台的六名指班人員 更誇張的是 監獄錄影竟然完全沒有錄到那一段畫面 是監獄管理太鬆散 還是內神通外鬼 更讓人納悶的是 黃竹旺明明挾持了兩位管理員 徐長慶與軟文青 但為什麼他獨獨放了軟文青 卻帶著徐長慶逃逸 目前得知 唯一和月雨的兩名嫌犯正面接觸的軟文青 是重要關心人 高千數九號下午進行現場模擬 一 二 開始 還原案發現場抽絲剝繭後 發現了更多不尋常的跡象 越獄當天 徐長慶原本是值晚間八點到十一點的班 他卻臨時換班 將值班時間改到十一點到凌晨兩點 結果就在他收班前的五分鐘 黃竹旺越獄了 而且徐長慶在值班前曾帶了兩包物品進到所內 他還跟同事笑笑的說 這是宵夜臭豆腐 但案發後 檢警在會客室中找到了相同的袋子 裡頭裝的是讓黃竹旺斷開手銬腳樓的狼頭 鋸子等器具 根本不是臭豆腐 此外 根據看守所人員的說法 徐長慶的車平常都放在員工停車場 案發當天 徐長慶卻改開一台新的BMW 停在一般會客接鑒的停車場 就那麼巧 黃竹旺就是駐上他的車逃逸 監視人員將車子拖回台中看守所 針對整輛車裡裡外外 進行指紋採集 警方根據車號調查 發現他的車牌號碼與車籍資料不符 研判應該是一輛張車 請徐長慶如果說見到這個新聞的話 能夠盡照 跟警方還是說跟健康來投案 檢警交叉比對各項激震 認為徐長慶就是黃竹旺的內應錯不了 但一個軍職退役 在台中看守所待了四年多的管理員 如此大動作幫助死刑犯 不就是賭上了自己的後半輩子 以職場生涯嗎 黃竹旺到底有什麼通聽的本領 讓徐長慶甘願冒那麼大的風險 過去曾經逮捕過黃竹旺的刑警 這樣欺負他 他人言善道 就是他很會講話 他的講話就是會從目的講 他為什麼要這麼講 他就一直講到你同意為止 如果你這個意志不堅 聽他講話 聽久你就跟他走了 你如果是現在詐騙集團 可能都滾不上他了 就靠著一張嘴 黃竹旺就能說動管理員嗎 其實他也是經過了一番觀察 這裡面這麼多管理員 他看看他為什麼單獨挑到徐長慶 因為徐長慶很喜歡玩股票 還要做一些投資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也有一些負債 而且他家裡面有一些狀況 就是他跟他老婆的感情問題 也是不大好 所以他就知道說 你每天由頭到面 表示你心裡有事 那我要打破你的心房 我就跟你聊 跟你談 黃竹旺在1998年8月入獄 查研觀測了一年多 決定出手 那談到最後你看 覺得說 他這個人已經上鉤了 他先用20萬現金去誘惑他 因為你也知道 你拿不出錢來的話 那誰會答應幫你越獄 所以他那時候20萬給他說 你幫我拿一些澡紙巨子 那些工具 對不對 現金現道理 所以徐長慶覺得說 你真的是有錢 徐長慶不僅挺而走險 先幫他準備工具 放在自己的內物櫃 也在案發前三個禮拜 竊取中二社側門鑰匙後 拿到鑰匙店複製 再擺回原位 後來黃竹旺就開始持續加碼 他說你算高評對不對 你應該倒數倒一支 倒一支倒一支對不對 而且我在台料也有倒數 先做生理喔 你如果讓我出去 把我倒三天出去 我錢金好謝 我先給你四百萬 出去才給你八百萬 我們來台料做生理 我還拿兩千萬 我們大家來做生理 那時候徐長慶講說 我人生變彩石了對不對 你給我這些錢的話 說實在的話 你比我在監索當管理員 當十年的薪水還多啊 黃竹旺不斷灌米湯 讓徐長慶越陷越深 最後完全被收買 心甘情願跟著他一起脫逃 專案小組根據所掌握的線索指出 黃竹旺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就已經透過二十位左右的小弟 部署越狱 並且偷竊越狱時 所乘坐的BMW轎車 再經由五到六個親信 籌措大筆逃亡費用 那兩支槍也是他叫外甥 拿去給徐長慶的 就是利用會客的時候 交給徐長慶 從裡面帶槍出來 那徐長慶槍他也一定是 跟黃竹旺兩個 已經經過沙盤模擬 所以他排好班之後 確定了那一天的時候 日期的時候 那當然啦 那個黃竹旺 那個小孩沒有送品 就開始東西看一看 那些細亂都要帶吧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管理員 也沒有想到說 原來他把這些東西收起來 就是已經想好 準備好 那一天他們就要越獄 作證計畫擬定好了 徐長慶就在前一天 把兩支槍 鋸子 鑿子 以及管理員的衣服 通通都先交給黃竹旺 當天要逃獄的時候 徐長慶就是開門給他們過 半夜一點多 徐長慶先悄悄打開 校育社20號房 比同黃竹旺與陽性育友 早就撬開手銬腳樓 迫不及待呼吸自由的空氣 過了第一道牢門後 他們亦不亦去的跟著淑成慶 只見他這個管理員 熟悶熟路的拿著複製鑰匙 開啟每一道關卡 因為那個時間是人最疲累的時候 其實你今天是值班的 在那個時候 想要睡 想痛 而且堅守大家說真的 那時候連 連囚犯都 大家都呼呼大歲 好像在吵吵吵吵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段是最鬆散 精神最服役集中的時候 所以他們是經過整領的計畫 去選定那個時間 才會犯下這個案 一場內神通外鬼的越獄案 計畫的天衣無縫 也揭露了尖鎖的種種漏洞 緊緊到徐長信家裡搜索時 也發現 他的護照不見了 這三個人該不會準備偷渡出境 你知道現在怎麼會在那裡 兩個通知官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都外傳越獄脫逃的黃竹旺 和南部黑道關係良好 再加上黃竹旺幾年前 還曾經安排兩名手下 從屏東東港偷渡出境 因此東港成了警方 防堵黃竹旺出境的重要據點 我們從海洋的 暗記的 以及這個道路的警察 目前我們三方面 都配合得非常好 由於黃竹旺一向信號餘色 警方不排除他脫逃之後 會再度重返風月場所 那個KTV啦 還是酒店啦 我們都有派港燒在那邊埋伏 警方陸海空大刀鈔 就是要找到黃竹旺等三名脫逃重擔 這時候道上兄弟傳來風聲 有人掌握了他的下落 他逃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線報說 他會跑到我們園林的地方 所以要對我們之前 當過他的案子 警察人員 也有放出風聲說 我們對我們不理 黃竹旺逃雨 真的衝著警方而來嗎 就怕一向說到做到的鬼劍仇 真的要來報仇 跟他交手過兩次的刑事小隊長 黃靖昌 做了這個動作 那個時候我就寫報告 跟婚記長報告說 我要24小時配槍 因為我也怕他來找我 他找我的時候 我沒有槍的話 我怎麼跟他拼命呢 警槍24小時不離身 一直到玉玉案 發生後的第13天 黃靖昌果真接到線報 黃竹旺在園林地區出沒 逃雨的三個人 竟然還有閒情抑制逛大街 警方趕往現場埋伏 但可惜晚了一步 三個人早就騎車逃逸 逃逸出來的時候先去買這兩部車子 機車都是新的 他們騎著代步工具要去哪 難道是知道自己的行蹤曝光 要改到其他地點躲藏嗎 因為他們很多槍擊 要不然在逃亡過程之中 是不碰酒不碰色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都有自己的 女朋友老婆這樣 那黃竹旺不一樣 黃竹旺這個人說實在 他的缺點就敗在色字上 他天生好色 色字頭上一把刀 三名逃犯不是跑去藏匿 竟是跑到護膚店循環 幸好警方早就布下天羅地網 跟八大行業的老闆們 統統知會 要是看到黃竹旺 立即通報 確定眼前的對象就是目標黃竹旺 但該直接抓人嗎 警方有所顧慮 因為護膚中心位處圓林市區 黃竹旺三人身上有槍 要是警匪槍戰真的開打 恐怕會傷及無辜 因此警方決定跟肩 市區中心嗎 我黃曉隊長 我們現在跟階 黃竹旺從伊甲 護膚房出來 黃竹旺跟楊漢盆 分成兩部機車 他現在往南下 往永津的方向 宇光路往永津的方向 逃竄 警方並分兩路 一組跟著黃竹旺 一組跟著徐長信 和陽信逃犯 但警方跟了幾公里後 陽信逃犯 察覺後頭有人跟蹤 立刻從後背包 逃出場槍 那個時候我看他在背穿起來了 在背那支MT-5在翻穿 我就開始重複打下來 打下來然後對空迷槍 就要停住這樣子 先開個14槍 你也知道連續開14槍 那種震撼力很夠對不對 然後他就到這邊 紅利燈的時候又轉 他就轉到這個小巷子裡面 他騎得很快 到這邊我發現說 他已經快離開我們 我就叫我們同事說 吹下去 比較撞下去 就是在這個地方跟他撞著 撞以後他的機車就倒到這邊 人 人 人 兩個人就趴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下車以後就 就把他跪在身上 請來渡了 叫他不要動 那我就放銬 警方先逮到了徐長慶和陽信逃犯 但黃主望呢 被他跑掉了嗎 他說他轉進來以後 機車就直接騎下去 下去那個地下道 他是我們後續的警力 趕到以後 就是男友在這邊 經過了幾分鐘以後 他認為說可能病才能走好 所以他騎上來以後 整個人都被人家 就壓制在地上 來… 來… 好 別再撞下去… 好… 休息路來一博一博的男子 就是槍擊要犯黃主望 逃亡13天落網 警方層層介護 將他帶回警局偵訊 車都走來… 不要討問了 不要討問了 不要討問 你怎麼會討問 說的都聽到 口氣不悅 神情中還是難掩大哥的霸氣 問他為什麼要逃獄 黃主望說得分開 他說他不甘願 他所謂的一番作為 就是要找人求後算賬 他說外面都傳說要針對我 要找我報仇 他是這麼講 但是他跟我保證說不是 是他要找一位 張姓的死亡黃牛 拿回他的兩千萬 在13天邊找仇家 邊逃亡的路上 黃主望他自己不帶槍 而是把槍交給徐昌信他們兩人 還告訴他們叫戰守則 但他們還來不及拿槍 就先被警方制服 徐昌信被警車衝撞倒地後 頭部嚴重挫傷 送醫急救 原本能好好待在監獄裡工作的 卻因為跟著黃主望脫逃 把自己搞到遍體鱗傷 躺在病床上 但徐昌信否認自己是共犯 變稱是黃主望 騙他肚子疼 趁他開門之際拿槍威脅 現在先休息一下 太緊張 稍微做休息一下 但法官不采信他們的說法 根據證人供詞 以及傳喚黃主望的小弟 證實他們是透過徐昌 交付槍枪支等物品給黃主望 最後徐昌信因為公務員貪污 脫逃等罪嫌 遭罪告法院判刑十二年定驗 而黃主望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呼吸自由的空氣才短短十三天 黃主望又被押回大牢 在江湖上我們看到 不少大哥的背後 都有個默默跟隨她的女人 黃主望她也不例外 憑著她的三寸不爛之舌 她追到了當年 中國小姐第五名 而且對方還願意 跟著她四處的逃亡 就連黃主望最後被抓進了大牢 關了好多年 她的女友依舊是不離不棄 黃主望落往後 監禁擔心她又想金蠶脫殼落跑 每次移送押解 總有六名以上的員警層層借戶 而黃主望還是一派作風 用嘴巴 用金錢相擺平任何事 他們現金有帶六十萬年現金 當場他們拿出五十萬年 要給我們這個現場的同仁 我們給他婉祭 他們就是想要跟我們協會 我們給他婉祭 包括我在警察局徵訊她的時候 她就直接講我的名字 說請問妳想辦法 幫我出去 還是那些老套 真信當中她要上廁所 也跟那個押解她上廁所的員警 這麼講 拜託我請 她要怎樣 給我們好處這樣 見這招不管用 出庭師她見小燈燭去 栽章抓了她三次的刑事組長 說她勒輸家人六十萬 為什麼會說那個組長拿了 你家兩六十萬 有這回事嗎 我都不說了 說那都不好 那就是 那嘟的就是笑就好了 一張嘴黑的也能講成白的 黃竹旺的嘴巴公式 也用在追女朋友上 有一個中國小姐第五個 她的女朋友 也是死心塌地 跟著她到處逃亡 那這個中國小姐 據說是在一個餐會上就遇到 因為黃竹旺 憑她那種三寸不爛之舌 而且她出手很擴挫 所以很多女孩子 很難對這種男人有免疫力 對對 而且她加上就是 就是那種溫情公事 一直追求這樣 這名當過中國小姐 夾樂小姐的許姓女友 當初答應交往時 根本不知道對方 竟然是個槍擊要犯 直到看到警政署的茶器專看 才發現原來一直被蒙在鼓裡 感情這種事情很難說 一旦陷入之後 你要自拔 要拔起來 要再跳出來就很難 所以她就無怨毀跟著她 我們只知道她有兒子 跟佳樂小姐 許姓女友跟媒體表示 黃竹旺入獄之後 她沒有提醒別戀 依舊守著孩子 守著她 當記者問到 不怕他們的感情沒有未來嗎 她還感性地說 兩親若是長久 又起在朝朝暮暮 看得出來 她對黃竹旺的一片痴情 當時黃竹旺 已把她跟小孩的照片 貼在牢房裡 管理員曾問黃竹旺 你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啊 黃竹旺說是寶貝女兒 但監禁到許姓女友家搜索時 卻發現了黃竹旺孩子的秘密 搜索的結果有發現到 那個戶口名簿上面這個 父母是黃竹旺跟這個 但是那個所生的是一個兒子 是在86年11月生的 當時檢方推斷 可能因為黑道恩怨多 黃竹旺為了保護兒子的安全 才對外宣稱說是生了一名女兒 可見做父母想保護小孩的心 就算是殺人犯亦然 黃竹旺他在再一次被抓回大牢裡之後 開始一心向佛 他連出庭的時候都會帶著佛珠 原本以為自己的全心修養 能夠感動法官給他一條生物 但庚九省之後最後定宴 他依舊難逃一死 就在黃竹旺赴刑場之前 執行的檢察官做了一個舉動 讓臨死的黃竹旺相當感動 是什麼事呢 重返牢籠的黃竹旺 在此處停時 臉上少了殺氣 也吞去些許腔不胃 或許跟他在獄中 歸依佛門有關 從庚一省到庚八省 黃竹旺從來不承認他有殺過人 而且所有的事情證據都很明確指向他的時候 他從來不承認 一直到庚八省的時候 黃竹旺因為在監獄裡面 他後來就勤心向佛嘛 還抄邪佛經啊幹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庚八省之後 他才確定他才承認說 對就是他殺了鄭明賀 而且那時候他為了要逃死你知道嗎 他竟然花了六百萬 跟鄭明賀的家屬達成和解案 但法官審理時發現 黃竹旺是直到庚六省時 才簽下和解書 而且內容當中 黃竹旺並沒有承認殺了鄭明賀 只說是因為責任道義 財富和解金 最後到庚八省 他才坦誠殺人 因此高分院駁回他的再審 庚九省死刑確定 他依舊難逃逸死 他的求生意志非常強 後來要槍決前一個小時 黃竹旺竟然請他的律師 緊急到看守所之後 幫他提非常上訴 那非常上訴 那時候檢查總長嚴大和 就看說沒有特別理由嘛 他其實之前已經提了 好幾日非常上訴 可是理由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嚴大和後來決定說 你沒有特別理由啊 所以就是這個非常上訴 讓黃竹旺多活了30分鐘 2015年6月5號晚間6點50分 還想活命的黃竹旺 依舊在罰警的押解下 踏緊了刑場 他在執行槍決之前 執行哥的檢察官也問他說 你有什麼疑言 那黃竹旺是想說 他真的是 對不起他的老婆跟小兩個兒子 而且那兩個兒子那時候 他說他沒有好好的跟他們 照顧他們這樣 所以他對不起他們 那時候算是真情流入 那個執行科檢察官給他感動 黃竹旺後來不是全心向佛嗎 所以這檢察官就跟他說 那我們一起來念往生做 所以他們就兩個人 就在刑場之前 就一起在那邊念了往生做這樣 重複朗誌一段又一段的經文 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在法警一聲槍響下 鬼劍仇黃竹旺終於復發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北祥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北祥 在台灣治安史上 被判處最多死刑的 就是這個人 他一共被判處了十個死刑 他叫做吳興華 他從1981年開始四處犯案 直到1987年落往 在短短的七年的時間之內 他一共殺害掉了14條人命 警方甚至一度懷疑 他可能涉及林義雄林宅血案 加上吳興華曾經吹噓 他自己曾經被判處吸收 如果不是最後他拒絕了 那麼當年 前往美國刺殺作家 劉怡良的江南案 就是他幹的 當年警方還慎重其事 甚至跑去問了 江南案的守謀陳其禮 結果陳其禮不但否認 他和這一個人吳興華 有任何接觸的關係 甚至對於這一個人 殺害自己的敗麻兄弟 甚至濫殺無辜的 婦孺的凶殘行為 他感到相當的不齒 而這樣一個眷村長大的 地痞流氓 從闖空門到截夥強盜殺人 他的犯案手法一次比一次 還要凶狠 不管有沒有強盜前 這被害者最後的下場 幾乎都是一刀封喉的死法 而吳興華 他的刀法究竟有多壞呢 跟他交手過的警察 是這麼形容他的 他說你拿把槍 他拿把刀 在五步之內 這個人的刀 都要快過你的槍 吳興華的強盜集團 他們這幾個隨身都帶刀 一般他的習慣就是 你看到人就沒刀了 你又衝進來人 把他就一刀下去 吳興華他們的習心就是 殺了人以後 習慣就是說 好吧 你也擠刀 你也擠刀 你也擠刀了 身上的傷口 都是像蜂窩一樣 吳興華的倒法非常非常厲害 準到他已經有一點 功夫底子的那種感覺 一出手就是咬來人 就是頸部 就像在殺雞一樣 他殺一個人 就像殺一個雞一樣 三秒 所以他也被警方那時候 暱稱為一個飛刀手 這個飛刀手成了全台第一個 隨機殺人的強盜集團之手 靠著手中的一把尖刀 奪了無數條性命 為了要錢 他視人命如草芥 手中的十四條命 吳興華得一一償還 為在新竹岩平路上的眷村 這裡是吳興華的家鄉 吳興華是眷村小孩 家裡六個兄弟姊妹 爸爸是士兵 賺的錢不多 日子過得清苦 他離家裡的背景出來的話 對小孩子的管教教育的話 他就滾 本身自己照顧自己都很難了 怎麼會去照顧小孩 他的爸爸又是通通是 士兵士官 又不常在家 生個小孩又是比較放任 教育的話就脫節了 包括了吳興華在內 他的二哥吳寶生 還有六弟吳興台 兄弟幾個人 就跟村子裡其他小孩 三五成群的混在一起 但混久了 村子裡要是有哪戶人家 釣的東西 總會算到他們頭上 他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一回來的時候 一聽到這樣就很生氣 就 因為他那個時候的管教 就是用比較暴力的在管教 就會釣起來拔 他這個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心裡的內心 又會比較不平衡 每一次的管教 都加深了吳興華心中的不平 因為說再多也沒用 大人根本聽不下去 慢慢的吳興華路越走越偏 他開始偷東西闖空門 當時候他跟村子裡 一名董姓少年有了爭執 雙方約定談判 影響到卻鬧出了人命 他一開始他不是準備殺他 只是要教訓他 所以就把他們帶到那個 藝林廟附近的一個橋下 那個少年本來就自能不足 他就想馬上就要逃掉了 逃掉他們就不小心 就把他打死掉了 死了一個人怎麼辦 一群人全慌了 沒想到吳興華拿出刀來 接下來的舉動 讓所有人全都殺了 吳興華當初就是 刀交給其他的三個人 一個人在捕死大物 只有他出手不行 他一定要讓他其他同伙 有參與感 而且沒有辦法脫離他 這個集團 即便死人 你要再投一刀 這是他的刑事風格 他那個時候就觀念就是 責任一起背 你比較不會出賣我 因為你講的話 你也有啊 你也有殺啊 就怕東窗事發 他竟然想得出這種方法 這是吳興華取的第一條命 也是讓他從此回不了頭的開端 手中的一條命 也讓吳興華更加有事無恐 他們想要發財嘛 然後他們會覺得不正義嘛 因為他從小就生活那麼窮苦 為什麼別人可以生活比較好 所以他為什麼 都是找有錢人去闖空門 想說你有錢嘛 我拖你的出來也是 資助我一點的應該的 他是去搶的應該的嘛 他們整個集團的人 開始到處的 四處的搶劫 偷竊 那吳興華集團 他們所犯下的金額 或是說強盜的案子 以我們現在治安的角度 或是我們幾件社會 很矚目的大案子來講 並不算什麼 以金額來講並不算什麼 但是他們恐怖的地方 是在他們這個殘忍的殺人 手法上面 從羨慕到忌妒 他看不慣那些日子 過得比他好的人 既然你有錢 那就氛圍一點吧 這樣的偏差念頭 就牢牢的嗑在吳興華的腦海中 平時吳興華 就擺擺路邊攤 賺賺生活費 因為他也結過分嘛 就住在山廠裡頭嘛 生活不是很好啊 他平常 夏天就賣冰淇淋嘛 冬天的話 他就賣發生糖嘛 要是缺錢花用 他就會找上眷村同伙 賺點外快 他做案的話 就是不是天天做案啊 他就禮拜六 禮拜天 打個電話回來 又賣不到幾個錢 沒有錢的話 窮風的大家出來 再來做你做案 吳興華集團 他們是從眷村混混 混出來的 就是闖空門偷東西 但是闖空門要碰運氣 也不是每一次 都能偷到很多錢 他每次得手的現金 都非常非常的少 少則幾萬塊 多則十萬出頭 從頭到尾 他真的都沒有說 所謂賺到很大條很大條的錢 他得到這十幾萬元 都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拿 他要分一些些給他的同伙 所以他也必須要靠不斷的翻案 就這樣 不是偷就是搶 吳興華手中的案子 一件接著一件 手段也越來越狠 他是亂槍打 他是沒有計劃 去了就搶 他去了就搶 他不是說事先跟你恐嚇 讓你知道我 我無謀人 你會給我 他沒有 他那當時的知名度 是沒有那麼高的 大家只知道 有一股土肥到處搶這樣子而已 1982年4月5號 他與同伙行進台北市 鎖定的目標外交部司機黃大廣 他們在這個台北市 街頭上長春路看到一個 有個人開個4000cc的大腳車 黑金黑金 他開著車子 他以為是他會沒有錢的 因為他穿著西裝的衣服 因為他開著是我們的公路車 當然黑金黑金看起來就很有錢 所以就當前把他攔下來 就把他壓到苗栗的南莊 偏遠的山區 原本一開始是要搶司機的錢 結果卻發覺 司機身上並沒有什麼錢 但人綁都綁了 總不可能把人放了 讓他有機會去報警吧 於是吳辛華心意痕 乾脆已不做 餓不休 所以直接就挖了一個坑 叫這個司機跪在坑裡面 也是一下五六十刀 把這司機砍到幾乎斷氣 他不是用拿這樣殺人 他是這樣一刀下去 都是直接下去就差不多了 不僅如此 為了近距離可以快狠準地取人性命 吳辛華手中的刀 還是自己親手磨出來的 他會自己去焊接鋼板 他慢慢用磨刀機 去磨出一把尖尖的長刀 而且他的刀切都長得很奇怪 都非常這樣尖尖長長的 就像我們一般軍用吃刀一樣 他磨起來就是兩邊都傷人 這樣可以殺人 比較方便 跟他交手過的遠景都說 吳辛華的手段凶狠 但是認識吳辛華的人卻說 其實吳辛華的膽子不大 曾經他在擺攤時 遇上了地貧流氓 被嚇到連生意都不做了 他有一次擺攤位 擺到一個豬肉攤的旁邊 豬肉攤這個是 新竹豐飛沙的老大集的 結果沒有被打 只是他出生的話 他就嚇了以後 都不敢擺在那邊了 所以膽子並不是很大 膽子不打的話 有時候人會有極端 你就下手就會很凶殘 不然你有機會就對了 膽小 凶殘 吳辛華身上有著這兩種 極端反差的性格 每次犯案他絕對不會獨自一個人 他邀請同夥 下手比一般人還要狠 不留活口一方面 也是要讓同夥懼他 不敢違逆他 出賣他 他說要做案打電話 你就要回來 跟他一起做案 要不然他的恐嚇 不只殺你 殺你家人 他們的內化的一個紀律 也是算是滿恐怖的 因為吳辛華強盜集團他們這幾個 隨身都帶刀 帶刀一般他的習慣 就是你看到人就滅口 殺人滅口就是要確保萬無一失 不留下任何可以指證他們的機會 只是隨著他們在台北市犯下的兩起 隨機壓車殺人案後 吳辛華知道 警方一定會加緊腳步追查 他跟同夥躲回了新竹 卻沒想到 這卻讓新竹市民 整整五年陷入了恐懼之中 當年在新竹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傳出 隨機殺人的強調事件 而這個犯案手法如出一撤 都是歷刃封喉 搞得地方上人心惶惶的 走在街上你都不能夠安心 新竹的警方也因此承受了 非常巨大的破案壓力 而這個吳辛華 他不但沒有打算暫時避避風頭 他反而是已經殺紅了眼了 他的野心越來越大 他嫌這一種 街上隨機搶人 搶的錢都搶太少了 要幹就幹大票的 他想要去搶銀行 但是要去搶銀行 不像是搶一般手無串鐵的路人 你有把刀就行了 搶銀行 銀行有保全人員 有助衛警 如果光靠手上那把刀 恐怕是自投羅網 於是他就想 至少要搞到一把槍 但是要跟黑市買槍 他又沒那個錢 那該怎麼辦呢 剛好他有個同夥 是開計程車的 他平常都會從火車站 接送收價的阿兵哥 回到營區 他發現這一座位在 新竹湖口的 陸軍裝甲訓練指揮部 有一個側門相當偏僻 平常就是兩個哨兵站崗 吳辛華一聽 他馬上動了他的歪腦筋 1983年1月2號 位在新竹湖口的 陸軍裝甲兵訓練 指揮部 軍事重地理應戒備森嚴 卻沒想到這天夜裡出了狀況 深夜的營區一片漆黑 但黑夜中幾雙眼睛 緊盯著鋼哨 看到兩個憲兵 站在這個第十一號鋼哨 第十一號鋼哨 離大門比較遠 突然間一陣刺眼的車燈 打了過來 那兩個哨兵 哇 好刺眼啊 然後想說到底什麼事情 所以兩個人就走出來 兩名束手的衛兵上前詢問 幾名歹徒藉口要問路 鬆懈了衛兵的心防 可是在問路的當下 還有另外的同伙埋伏在後面 用尖刀架住他們 一個就從背後用繩子就勒住 然後就用背著 直接給你勒筆 術不及防 兩名衛兵 連呼救的機會都沒有 就沒了命 軍方最後在距離好幾公里外的 頭前膝床上發現他們 他們身上滿是刀痕 而且身上的六五 K2 步槍也不見了 這些案子發生的時候 轟動全台灣 因為在戒嚴時期 不要說是搶銀行 或是其他強盜機端 你敢去對軍人動刀動槍 甚至搶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警方軍方那時候警備總部 全部大力在追起 到底是誰犯下這個案子 可是一直都沒有眉目 所以當初警方就一直講 一直懷疑說 這個就是毀疑做的吧 難不成真的是水鬼摸上案 取走的兩條命 要不然怎麼什麼機證 都沒有留下來 案子沒破 大半的壓力都落在警方肩上 卻沒想到雙少命案 都還沒著落 新竹地區卻出現了隨機殺人犯 警方這下更頭痛了 還有一件就是 在那個縱貫線 從竹北要進新竹 過橋過頭前西橋過來的話 旁邊有一個天翔汽車商行 兩個夫妻也是被殺了 老實的車行夫妻 遇上了闖空門的歹徒沒了命 歹徒還在他們身上 留下了數十個刀痕 然後兩個胸口又是 都是四十幾刀 當然是這樣子 隨機殺人案一件接著一件發生 無形中的壓力 壓得轄區遠景都喘不過氣了 那個壓力就已經存在了 因為局長每天自己主持專案會 就是雙少兵的專案會 是每天就在開的 那個沒有停了 差不多每天三點多會就痛了 再加上當時戒嚴時期 新竹地區有許多黨外的政治運動 警方要同時兼顧政治任務 跟治安任務蠟燭兩頭燒 卻讓歹徒有可乘之機 1986年9月13號 他們跟明目張膽地當街成兄 今天是從家裡出去 騎摩托車到牛蒲路 在路上就被兩部機車四個人 夾殺了 而且時間是在早上七點鐘殺了 在那時候監視七部普及的年代 要如何找出歹徒的蛛絲馬跡呢 這當警方急著要訪查附近民眾時 隔天又有人遇害了 接連兩天 兩起大街上隨機殺人 已經讓新竹地區人心惶惶 沒想到歹徒竟然還囂張地 打電話到警察局嗆聲 打電話進來講說 對不起 我殺錯人了 我一定會殺到為止 折通電話 再加上相同的犯案手法 讓警方確信 兩起案子應該就是同一伙人犯下的 但是警方手邊有的證據 卻是少得可憐 該怎麼逮人 那彭建築發生完了以後 因為案失過了以後 出病兩三天以後 他老婆馬上帶著小孩前家就搬走了 警方清查這個彭信被害人 今年紙工廠是個老實的生意人 但是看他家人的反應也太反常了 空間是平常做生意做得好好的 但是晚上就會跟這個姓正的朋友 小酌幾杯 但是喝到一半氣氛差不多了 就開始哭了 哭了就會跟這個朋友講 我活不長了 如果萬一有一天 我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你告訴警察 就是吳興華他們這幾個人殺的 警方決定 順著這個線索再往下追 吳興華這個名字 警方不陌生 但是被害人 怎麼會跟吳興華扯上邊 追查下去才發現 原來死者在經營紙工廠之前 曾經幫吳興華集團囂張 當時候他跟吳興華的同夥 李德善交情不錯 某一天 李德善拿了兩把槍給他 要他藏起來 這兩把步槍 讓警方立刻聯想到雙少命案 難不成這個死者是被滅口的嗎 吳興華跟雙少命案有關聯嗎 當初他就知道說 雙少兵命案的槍就是他們拿的 但是都沒有講不敢講 他壓力一直存在 但是他想跟他發清界限 又發不清 他又放話回來時候 要對他不利了 他就開始擔心了 這個線索警方不敢輕忽 因為若是線索為真 包括了兩起隨機殺人案 連同雙少命案 都會露出曙光 只是口說無憑證據呢 你要把這個人抓回來問 你有沒有什麼證據 你問他不承認你沒有什麼 不管是隨機殺人 還是雙少命案 通通沒有證據 儘管警方曾經把吳興華一伙人 帶回警察局 但是就是拿他們沒轍 他幫出危警花火還沒有修改 一般警察可以採解 你關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幸福恩警抓去關了七天 天天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之後又被新竹市的刑警隊 抓去也是關了七天 但是問不出所以然 沒證據也只能把人放了 還能怎麼突破呢 沒想到舊案沒發展 隨機殺人案卻也沒停歇 從大街上的隨機砍殺 竟然演變成隨機闖空門殺人 他不是經過有 有縱密的計畫 去經過恐嚇 然後叫他準備錢 他不是 他就直接衝進去 直接就搶了 他就拿著刀 就是幾個人一進去以後 就是要搶 就隨機看到了 就妹口就對了 幾乎一刀就倒下去了 一刀一個 一刀一個 幾乎每一兩個月 就會有無辜的被害者 有高中生枉死租屋處 也有一家四口被砍殺 整個大新竹地區人心惶惶 原來形容 這是新竹治安史上 最黑暗的日子 所以從雙少兵命案 雙井命案 到所有的營樓命案 車行命案 到路上隨機殺人 就突然間發生 然後沒有了後續 所以每個民眾 大家都在害怕擔心 下一個會不會就是輪到我 那警方辦了五年 也都沒有折 這五年中間 完全幾乎是沒有任何的跡象 或是說任何的對象 連我想要去抓誰都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整個 非常非常地緊張 所以當初的新竹說真的 我們也不敢講說他是隨機的 就把他當成一般的 因為你一講的話 人心惶惶是以此免不了 從雙少命案到大街上隨機砍人 再到闖空門強盜殺人 每一個死者身上全部都是刀痕累累 而且致命的那一刀全都相同 相同的手法讓蔡十一大膽假設 包括了雙少命案 以及這些隨機殺人案 應該都是同一組人所為 但會是誰呢 還記得曾經有被害人 疑似替吳興華集團藏步槍 而遭到滅口 若是這個假設為真 那麼吳興華強盜集團 肯定跟這幾條人命脫不了關係 但是該怎麼證明 吳興華這個人究竟有多兇慘呢 根據警方的調查 他每殺一個人 就要同伙每個人都上前補刀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他的意思就是要大家都有份 萬一被抓了一個都逃不了 一個人招夠所有人都倒霉 他用這種方式把所有人都綁在一塊兒 所以儘管他們會因為一些小竊案 不小心被抓進了警察局 但卻因為打死不認 所以警方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而且吳興華這個人 他疑心病很重 只要有一句話惹他不高興 就算你是敗法兄弟 也照殺不悟 民國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之間 已經有十四條人命被害 正式涉及虎口雙少命案 和鄒迷鎮雙屍案 其實從民國七十年到民國七十五年之間 其實在新竹真的是一個 風聲鶴唳的一個時代 從雙少命案開始 新竹彷彿陷入了治安黑洞中 儘管檢警抽絲撥剪剪 理出了這個以吳興華為首的 強盜集團最有可能涉案 但證據呢 突破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每一個人他都是有 互相A數好了 不能出賣你 你不能出賣 吳興華的同黨口風很緊 還記得 吳興華每每犯難後 定會要求同伙得要補刀嗎 再加上吳興華的疑心病重 他的敗法兄弟周明正 就是慘死在吳興華刀下 這一輩子他就把這個周明正 視為他最好的兄弟 有一次周明正 在台北犯下一個 美麗華飯店的槍擊案 然後被警方追棄 他就逃到了新竹找吳興華 周明正希望吳興華 能夠給點跑路費 拜把兄弟嘛 這點小忙應該不為過吧 但是吳興華自己手頭都很緊了 哪有多的錢 他拿了幾萬塊 要打發周明正 但周明正哪能接受 周明正就開口就講了 我說跟警察機關 透露一點什麼信息的話 我一輩子就吃喝不完 就這一句話惹了死神上門 講到喝酒 喝到一半就把周明正叫出去 然後就拿個圓橋就打 沒有死掉 他們就繼續把他殺 殺到哇哇叫就殺死掉 他的女朋友在裡面 怎麼聽到聲音就跑出來 一看到他女朋友被殺 因為我認為這個人 活在事實上對他有威脅 他就把他幹掉 所以他的疑心力非常重 七百兄弟 笑得了手對 所以他們的兇魂就是這樣子 警方再怎麼懷疑 他們這一伙人有問題 沒人敢開口 沒有證據也沒法辦 這當警方陷入焦灼之際 又出事了 手拿 ou custom 1986年12月 為在新竹光復路上的營樓 遭歹徒闖入刑場 他們洋營樓 老闆家的當場就被殺 而且不打算留下火口 但不一樣的是 他們逃走時 被一名建議 勇為的計程車問獎看見了 他騎機車牆嘛 上機車的時候 後面剛好有一部建議 勇為的計程車看到了 目前他從搶櫻樓出來 這個計程車實際很激烈 就慢慢滾滾滾滾 同時間警方接候線報 警網立刻出動 迅速將人權攬了下來 裡面的手勢都在車上 就輪贓機好了 所以這批輪剛好就是 我準備要問他 無法雙砂邊的重點對象 吳興華的同伙全落網了 但吳興華人呢 警方大批警力 前往吳興華的住宿找人 卻沒想到一進到屋裡 看見了吳興華 他在做什麼 我們到他家裡面 他就在磨刀了 眼前的這個吳興華 神情自若地 磨著手中的尖刀 面對警方所有的詢問 他有聞必答 就沒有感覺到有異樣 他只是在家裡面磨刀 他們這邊抓完跟他 你怎麼把他串在一起 你憑什麼把他串在一起 人還沒有講說是他的 你也不能抓他 吳興華冷靜的程度 讓警方自己也懷疑 難不成真的找錯人了嗎 畢竟逮人總要罪證確鑿 但現階段沒有證據 只能先放他一碼 再試試看 能不能從其他同伙口中 問出什麼 而就在這個時候 一名男子 闖入了分局刑事局 對著吳興華的同伙拳打腳踢 他們說奇怪 你怎麼跑到這邊來打人 在刑事檔 我們馬上把他拉開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打人 這個動手的 不就是之前拒絕協助 警方的目擊證人嗎 他怎麼來了 結果這個蔡君民眾的講說 昨天晚上 那個營樓被殺死的 那個女老闆娘 就是我的妹妹 他說當初你在 牛蒲路殺人的時候 警察問我我都沒有講 你現在竟然殺死我妹妹 世界上就有那麼巧的事情 他當初沒有把這集團人咬出來 結果想不到三個月後 他的妹妹命上 吳興華集團的首相 一念之差 賠上了自己妹妹的一條命 但亡羊捕牢游未婉 這個目擊證人的出現 讓警方像是吃了定心丸 靠著他的證詞 所有的案子全串在一起了 共犯的新房突破後 確認了吳興華就是主謀 但這個時候吳興華早就跑了 他躲到了新竹寶山的秘密基地 他知道警方找上門是遲早的事 他做足了準備 吳興華他做了什麼準備呢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犯下了虎口雙哨命案 所搶走的那兩把65K2步槍嗎 當時他搶了這兩把步槍 是為了要去搶銀行 但是等到步槍到手了 他卻發現 這長槍實在不好用 一來長槍太大隻了 就算你背在包包裡頭 當你走進銀行也很醒目 很容易引起注意 二來當你要開槍的時候 這長槍的機動性也不好 不如短槍來得好 所以吳興華後來去搶這家營樓 他還是用他最慣用的刀 但是在他落網之後 他告訴警方 這兩把步槍還是有用的 因為當他的同伙都落網了 他一人逃回他的秘密基地 只要警方找上門 他已經做好了 大開殺戒的準備了 他們已經回到十歲農場了 兩支步槍已經架在那裡 子彈一千頭發 一個警察進去就打一個 農場的出入口就這麼一個 吳興華打的算盤是 要是警方針找上門 他絕對是一個不漏的大開殺戒 他在那邊架了一天一夜 沒有水就架了一天一夜 要等警察來 沒想到吳興華等了一天一夜 都等不到警察上門 原來是同伙的口風太緊 不肯供出吳興華的藏匿地 但是這卻也保住了 無數員警的性命 那個步槍的話 說真的我們防彈衣 也有一定打穿 而且當初那個時候 我們是年輕正衝的時候 不可能說穿防彈衣去就去衝 那時候我們隨便釣個十個人去 就可能十個人死在那邊了 當原警好不容易問出了 吳興華的藏匿地時 吳興華早就溜了 而當原警踏進這個農場時 他現場很多狗釣在那邊 殺狗來練刀啦 不只殺狗 農場裡的每一棵樹 更被砍得面目全非 還有一個砍樹 就是社會標社樹 甚至他說他殺一個人 他已經練到 演到 心到 手到 殺一個人只要三秒鐘 他在五步之內 你拿槍他拿刀 他還可以贏我 所以他也被警方那時候 暱稱為一個飛刀手 是這樣的一個由來 原來吳興華平時 就在這裡殺狗練膽 坦樹練飛刀 難怪他總能在瞬間取緣性命 讓被害人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 不僅如此 警方還在農場裡發現了兩本雜誌 不過是兩本雜誌 有什麼特別的 在石碎農場裡有發現大鬍子 然後石碎農場裡有一本 翡翠雜誌 翡翠雜誌裡面記錄的都是在寫 雙少兵零案 然後再另外一本是時報週刊 時報週刊是談林義雄家載血案 兩本雜誌讓警方看出了嫌外之音 雙少命案吳興華涉案其中 警方懷疑他買雜誌有可能是為了 要掌握辦案進度藉此躲避 那林宅血案呢 現場除了雜誌之外 還有一個大鬍子 難不成林宅血案也跟吳興華有關嗎 為什麼一副大鬍子會讓警方 聯想到林宅血案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當年的報紙 吳興華住處發現大鬍子 戴上剖向林宅血案兇手 警方加緊氣捕 其實真相大白 而這就是模擬吳興華 戴上大鬍子的樣子 那麼很像是林宅血案的目擊證人 所描述的兇手 而同時間比對吳興華的犯案手法 他慣用歷刃封喉 而這一點和林宅血案的受害者 慘遭殺害的手法如出一撤 加上林宅血案發生的時間 是在1980年 也正好和吳興華這個集團 開始四處犯案的時間相當接近 而當時新竹警方 發現了這個事情之後相當的重視 立刻通報了八號噴擊 並且出動大批的警力 追棄吳興華 1980年二院 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 為在台北市的家中遭歹徒闖入 包括了他的母親 跟雙胞胎女兒全被殺害 曾經有目擊者看見案發前 有個大鬍子男子出入林家 警方懷疑這個大鬍子 肯定跟林宅血案有關 而新竹警方追捕吳興華集團時 就在吳興華藏裡的農場裡 找到了一把大鬍子 還有報導血案的一本雜誌 我是認為是說 林義雄嫁宅血案 因為大鬍子跟這個紀錄裡頭的話 應該是跟吳興華他們有關係 所以林義雄 家宅血案的作案手法 就是他們這幾個人作案手法 所以真的都是刀嘛 不僅如此 當時還有密報直指 這歹徒疑似跟新竹有地緣關係 再加上吳興華戴上大鬍子的樣貌 跟林宅血案的兇手樣貌 頗為相似 引起了警方的聯想 作案的時候化妝用嘛 因為包括我們在尊信過程之中 當初美國江南另外本來是 吳興華他們幾個人要去的 吳興華的人格特質 你看起來他太兇狠了 但是另外一個面的話 其實他也很膽小 因為平坦本來講好他要去了 但是他就沒有去做這個案子 他們那個當初幾個人 包括這幾個竹聯的 他們一定講的情報局應用 既然國外你不去 國內你應該去 所以我才會 當初就很霸膽地下判的 但是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但是不敢保證 所以做案說話 就是吳興華他們做的做案說話 只是光有懷疑沒有證據 再加上戒嚴時期試涉敏感 案件又非新竹警方主辦 縱使警方新竹有再多疑問 也施不上力 最後仍是不了了之 林宅血案發生之後 警方曾經在現場的大門口 踩到了六枚疑似凶手的指紋 或拿來和吳興華這一夥人 一一地做比對 並沒有吻合 況且以吳興華他的背景來看 似乎也沒有什麼理由 牽涉上這起政治敏感度 相當高的林宅血案 儘管他後來落網之後 他曾經恢恤自己 曾經被刑局吸收 準備要執行江南案 但這個說法隨即就被陳其禮給駁斥了 我們來看看 這是當年的新聞報導 刺殺劉一良原本由他辦 吳興華牛皮推破 陳其禮駁斥 輪不到他 所以警方懷疑 那一副大鬍子 很可能只是吳興華 在犯下虎口雙傷的命案之後 用來偽裝易容的道具 而至於他搶來的那一把步槍 最後被他扔到了台北的福林橋下 步槍雖然找到了 但是吳興華他人 早就已經逃回了南台灣 他躲到了佛光山上面 用匕首挖了一個山洞 躲在裡頭 據說他每天送經禮佛 你以為他已經放下徒刀 潛心懺悔了嗎 儘管吳興華跟林宅血案的關聯 沒法再追 但是雙少命案卻有了進展 吳興華的藏遺地被警方找到了 逼得吳興華只能帶著兩把步槍逃亡 但是要逃亡兩把步槍也太過顯眼 步槍畢竟太長了啦 你要攜帶出去 你看你又要遮遮掩掩掩有沒有 藏又藏不住 要不然你巴拉拉地拿步槍 人家都看得到嘛 於是吳興華決定把槍丟了 他跟警察黨女搭車北上打算丟槍 卻遇上了警方難檢 經過開車社會站的時候 被警員把他攔車檢查 當時他側上有六四步槍 他怕曝光所以他就衝了 從衝到從一段距離後 他叫李子白把他放下來 他拿六四步槍從那個坎坡 要逃逸 這一次吳興華又逃了 但法王輝輝幾天後 警方尋著線索 逮到了吳興華僅存的黨羽 首先他得要先交代 兩把步槍的下落 卻沒想到 這步槍早就被他們扔了 因為步槍沒有用 帶這個逃亡不方便 他就把它記成一段一段 兩把步槍被肢解後 全部被丟到河裡了 打撈任務就像大海撈針一樣 真的找得到嗎 所以我講法王輝輝就是 一節一節就這麼一小塊一小塊 這麼一小塊一小塊而已 撈撈撈竟然把槍號也撈出來 完整的槍號 我們那個時候才鬆一口氣 姑姑啊 槍款 這個槍子的找到 可以說對於這個案子 說明鐵針武衫 要切到 打櫃子 把那個 吳興華應該想都沒想到 警方竟然有辦法 把每一個肢節的臨界都打撈出來 重新再拼湊成步槍 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註定的賊心該拜 現在已破案 就差歹人這一步 而吳興華也只剩 最後這一條路 逃 那時候被吹氣的 槍金公子娘他 但是他那個不是只有 東張西彎 所以馬上這樣子 就是把刀抓了 抓著他的刀 他沒有想到 抓著他的刀 然後東張西彎這樣子 一看一看就知道 那樣子一看就知道 時時警戒繃緊神經 因為吳興華不知道 警方會不會就在身邊 但全台灣就這麼大 還能怎麼躲 所以他一個人跑到 佛光山裡面去 高雄佛光山當時後面 是一片叢林 那他就沿著這個山區裡面 找了一個祕密的地點 然後用他的刀子 一刀一刀的 挖出了一個小小的山洞 吳興華逃到佛光山去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 他就躲在洞穴裡 平時他還會到寺里 跟出家師父學誦經 他搏到附近那邊 其實可能比較不起眼吧 然後出家的人 可能比較不會出賣他 然後大家也不論是他 他可以整套練金剛筋 從金剛筋到大悲咒 吳興華倒背如流 難不成雙手染血的飛刀手 在這一刻放下了圖刀 成了手拿金書的虔誠信徒 那個是佛光山的師父 教他練的 他都睡不著覺 好像都要在為自己贖罪 其實不是 他很怕鬼找上他 經過練大悲咒 然後清乾淨以後 後來內心就好像平靜一點 為了心安 吳興華送經禮佛 但是他嘴裡念佛 心裡卻是想找機會 東山再起 這一次他決定要先找一把槍 情日禮物 吳興華到到處找槍 他想去買一把手槍 那重點就是說 吳興華想要去搶銀行 搶銀行他需要槍 所以他積極地在各地 在找這個槍枝的買主 這個線索對警方來說如獲至寶 因為這是一個引蛇出動的好機會 現在只要把風聲放出去 讓他自己上門 所以警方那時候就開始四處 透過很多地方的角度放風聲 就是我這邊有槍可以買 但是實際上真正的賣家 是警方自己敲裝的 這一次的計劃只許成功 要是失敗想再逮他可就難了 只是吳興華身性多疑 有這麼容易會上當嗎 因為他身性多疑 我們也不能夠全部要男生 那我們必須要一個女生 當時的隊員李立娟 現在在台北市政府 請他去當警政見 馬上就舉手說 他願意當友人 後面曾經當過萬華分局 刑事組長的林芙萊 他也舉手說我願意 我是一個賣槍的人 然後我跟李立娟 我綽號叫雍貝亞 李立娟叫永少 我們要提供槍解賣給他 雍貝亞雍色要賣槍的消息 馬上傳了出去 等待的時間一分一秒都是忐忑 吳興華會上當嗎 然後我透過一個中間人 他真的來了 在桃園的南華路太子飯店 我就是在上面等他 從這一刻開始 每一步 每一個舉動都是關鍵 李立娟他在一樓等那個中間人 要帶吳興華上來 後來大概時間差不多了 他就上來 上來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房間 隔著這一扇門 門外的是殺人不眨眼 又深信多疑的吳興華 雍貝亞知道開門的那一瞬間 他若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取姓吳興華 所有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 我在房間裡面呢 滿了檳榔 香菸 就像兄弟的那種裝扮 滿一堆的檳榔 還有幾包香菸 還有衣服撲克牌放在床上 故意的能有那種 兄弟每一瞬的時候就是筆牌嘛 叫檳榔 抽香菸嘛 一切的布局為的就是要降低 吳興華的警戒 這第一步奏效了 所以他一進來看到那個樣子 他沒有警覺醒 他看那個樣子 他認為這就是兄弟 這是賣槍的 外面兄弟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而且我頭髮很長 然後呢 避免腳的整個嘴巴 紅 紅不龍龍的 所以他被我扶過去了 但吳興華也不是省了個燈 他也怕是警察設局 突然他拉開了外套 他馬上就把機器拉開來 身上都插滿他的尖刀 甚至還有手榴彈 你過來看這個臉都傻了 吳興華突如其來的武力展示 讓雍貝亞心頭一驚 他知道吳興華擅長用刀 幾步內就能力刃封喉 絕對不能讓他有機會拿刀 當時有要求 不能打死他 不能用槍 也活該了 雍貝亞知道跟吳興華的決勝 就在一瞬間 但不能用槍 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在第一時間搶得先機 所以我去 故意去門口 我就要先等一下 他說你等一下 我就故意跑出去門口 看一看有沒有警察來了 那個感覺就對了 然後送掉他那種警覺性 所以他就馬上就沒有 那個警覺性了 朱大學 回頭我就是一拳就把我擊倒了 然後很快突然就過來支援 但是當時他是沒有注意啊 但是他被我擊倒以後 手馬上要去拿他的刀 他身上帶了兩把刀 還有司機把的飛鏢 還有司機把的飛鏢 涉及十多件重大刑案的吳興華 昨天晚上十點 在三十八名刑警的微卜下 在桃園市南華街太子飯店 三零一房內束手就擒 警方未防意外 連夜押解回刑事局展開徵訊 吳興華落網之後 心態極不穩定 隨時有自殺的可能 他一度企圖奪取桌上的水手刀 所幸借戶的霹雳小組 激緊的上前攔阻 才壓制住吳興華激烈的反抗 隨著吳興華入網了 吳興華強盜集團正式宣告瓦解 卻沒想到被關押禁腦的吳興華 依舊不安分 吳興華他一共殺害了十四個人 但是警方認為真實的數字 恐怕不只如此 吳興華他曾經在法庭上面 對法官說 我不想再殺人了 可惜已經辭了 而最終法官也破天荒地 判了他十個死刑 創下了司法紀錄 吳興華終於落網了 身上背著十多條人命的他 每一次戒訓或是出庭時 警方總是大陣仗動員 吳興華每次出現 他的身邊定會有 至少五名以上的警員 將他團團圍住 滴水不漏的防衛 就是怕他借機脫逃 而除了大批警務外 吳興華每一次出庭 許多民眾也會爭相為官 他們要親眼看看 這個讓他們整整五年 都陷入恐懼中的殺人犯 究竟長什麼樣子 他的五官還算是蠻正的 鼻子很甜 他的五官算是還不差 眼前這個吳興華 個頭不高 長得斯文 讓人很難跟凶殘的 隨機殺人犯聯想在一起 不僅如此 吳興華每一次出庭時 總是露出一副 似笑非笑的無呼神情 而且身上 並會帶著一本經文 吳興華落網之後 大家發覺他有一個 很奇怪的舉動 他走到哪裡 他手上都會拿著一本大悲咒 那剛時辦案的警察有講 他晚上他覺得 他拿著大悲咒睡覺 比較心安 那被他過去所殺的那十幾個人 晚上都不會來找他 因為他只要不拿著那一本書的話 他晚上是睡不著覺 一定會嚴重失眠 大悲咒金剛精取代的尖刀 成了吳興華隨身必帶的東西 警方心想 吳興華既然害怕死者索命 為了告慰亡魂他應該會好好交代 自己犯下的每一件案子 卻沒想到他在面對警方詢問時 只撂下了一句話 其他人將我吳興華做的 我就承認 但是 別人沒有承認了你就不要問我 他就這麼一句而已 他就表示說我沒有出賣那些朋友 罪證卻做的反正也賴不掉 吳興華都坦承不會 別人沒說的要從他嘴裡套出話來 可真的難如登天 問題是警方徵訓時 明明都是分開訓問 他怎麼都知道警方問了哪些 同伙講了哪些 他就寫字條穿證 人家問我什麼什麼 然後問哪一件事情 他把實則都是說 彭建制他就叫彭猴子 吳秋龍就吳猴子 他謝文通就是謝猴子 他一漸漸在穿著 這個長官昨天來問我什麼什麼 我怎麼講 明明都已經被羈押了 吳興華跟同伙竟然還有辦法 隔著鐵牢互通有無 這幾個人很不安分 畢竟他們做的案子 都比較大的案子 所以那些同樣是在裡面關的 對他們是戀人相看 他叫他傳過去 他就傳過去了 再建議就是答案的就吃小案的 但他們再有本事 這串證的紙條仍是被鎖方難截 這一張張的字條更成了鐵證 1988年5月19號 最高法院做出的判決 包括了吳興華 吳興華的二哥跟六弟在內的 共犯共七人被判處了48個死刑 吳興華強盜集團 這個案子裡面 被槍斃的他家族裡面叫吳興華 他老二吳寶生 還有老六吳興台 有些十一個死刑 有些六個死刑 有些幾個人 所以吳興華應該是最多人 吳興華後面被判決了 這個十個死刑 是目前台灣治安史上 有史以來 到現在還沒人能夠打破的一個紀錄 判決定業沒多久了 立刻就要執行死刑了 但是沒有想到連續開了四槍 都打在吳興華的左胸口 卻發現他還沒有斷氣 現場的氣氛 一度相當詭異 1988年5月27號 這一天凌晨五點多 刺耳的腳疙聲 打破了凌晨的靜命 吳興華在髮檢的壓界下 踏進了刑場 曾經一雙手 取得無數條人命的吳興華 縱使再凶狠 但面對生死交官之際 這人生的最後一餐 他失不下眼 因為我們都準備了一個飯 還有兩雞腿 魚肉 給他吃 還有粉給他吃一支 還有玻璃酒 他如果在那邊 我們也不會來過 那他滷菜也沒有吃 但是把整個高粱酒拿起來 就一直灌 那小高粱酒 他灌得快一瓶下去 靠著酒精麻痹自己的恐懼 時間到了 該上路了 有法醫施打了麻醉藥氣後 吳興華被帶上了刑場 那三個髮檢 會插 兩個 兩個架兩側 一個提後面就過來 他趴下去的時候 法醫會畫他心臟位置 確認了心臟的位置後 準備執行 一般的死刑犯槍決時 法警約莫開一兩槍 槍決就會結束 沒想到 這時候吳興華卻走得 比其他死囚還要辛苦 我們在國內的死刑案例裡面 通常大概就是兩槍就結束了 很少挨過第三槍 可是怪事就發生在吳興華身上 他一個年輕發警先開第一槍 那這位周龍人 一槍開下去之後 當場有哀嚎喘叫聲 年輕發警這個時候 有一點被嚇到 所以他又開不下去第二槍 後面那一位老拔警 資深拔警就上前給他撥槍 他也是這樣子不是射擊 是近距離的 有那個指援 是因為年輕的拔警 已經有一點受到驚嚇 對 開不下去了 吳興華怎麼還有氣息 所有人全傻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連法醫也想不到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然後再仔細下來停 才發覺 竟然還有心跳聲 想不到他的心臟 非常非常偏右 在第四槍隔了一個小時 才補上第五槍 才因此斷氣 直到生命終結的這一刻 吳興華才體會到 什麼叫做勝不如死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事錄 我上面想我們再回來 歡迎收看台灣起事錄 我上面想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眾外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5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超過了100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